中場插進來了 我們看到秘書裡其實原來川普是領先的 但最後開那一盤 整個二十幾萬張選票裡面沒有一張是川普的 所以那個就有點奇怪了 就是說他整個灌下去了 那個是一個爭議的源頭 另外這個威斯康辛 投出來的開出來的選票超過合國選民的選票 那這個看起來好像也有爭議 所以川普現在大概會在那個選舉的這個技術面 開票的問題大概會去主張 所以這個一偷我想可能會偷一個月 所以我相信在這段時間 美國總統帶給大家的一個新的震撼會持續一段時間 第二個我們要稍微觀察 如果在這場選戰當中 如果拜登勝出的話 對未來世界會帶來非常重大的影響 我看今天大陸在講那個微信 穿牆那個點列頻率超過六十億 那全中國都充滿歡欣鼓舞的心情 因為大家在期待在拜登當選之後 原來的美中的角力會緩和下來 所以你今天如果看大陸的反應最強烈是 中國大陸現在的半導體的個股 大家今天都有很大的漲幅 你看中芯今天大概漲得快10% 這個也包括所有相關的半導體的設備 大概都翻身了 台灣的聯電今天跌得很慘 所以你如果從這個去對照的話 第一個大家對地元政治的消長 會帶來非常巨大的衝擊 這當中大家也可以看到 川普這四年當中 其實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 川普在2018年的三月發動貿易戰以後 他促成台商回流 這是台灣經濟能夠在這幾年非常好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關鍵之所在 第二個他發動了科技戰 對半導體包括對華為對中芯的制裁之後 台灣整個半導體產業更加的興旺 這兩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台灣經濟起來的 最重要的轉折點 所以在今年當中大家也可以看到 台灣的經濟在第一季到第二季第三季 都出現非常不錯的狀況 我們第一季的GDP大概1.53 第二季是負得0.73 但第三季現在是3.33 但如果你把第三季現在公佈 這個GDP的所有的國家排行榜 台灣大概排名世界第二名 為什麼 全世界最高大概是中國 4.9 但台灣我們現在3.3已經排到第二了 包括東協包括越南 我看第三季都沒有超過台灣 那我們第三季的相對出色的表現 有兩個 一個台灣的出口相對表現非常好 我們8月跟9月 單月出口都超過300億美元 這300億美元其中很大的一個比重 華為的拉貨效應 對台積電帶來非常大的正面的助力 所以在那個8.9兩個月內 我們的出口的成績單 是歷史上從來沒有見過的量力表現 第二個 台灣有史以來我們從來都沒看過 我們的內需消費 在第三季成長5.07% 這個5.07%是怎麼來的 你知道台灣很長時間 我們內需都不振 最大原因是 台灣人大概都把錢拿去花在國外 所以你看到到第三季的時候 台灣為什麼內需開始暢旺 最大關鍵 我們在下半年有三倍券 然後在今年的疫情當中 下半年情勢非常緩和 台灣已經200多天了 沒有本土確診病例了 所以那個 因為大多數國家疫情還是很嚴重 所以也造成大家出國不方便 所以當然你可以稍微推算一下 台灣人一年出國旅遊的人 超過1700萬人次 那這當中拿錢花在國外旅行的支出 超過8000億 那這些錢 原來要花在國外的錢 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都花在台灣 這個花在台灣的時候 慢慢你就發現了 所謂的國旅 今年的國旅 總共一年大概是2億1000萬人士 創下歷史新高 而台灣這次國人出國旅遊 跟歷史同期相比 衰退83% 所以一個呢 你出國的人大幅下滑 留在台灣的人 呈現一個前手未見的榮景 這個一來一往之間 它呈現一個非常巨大的變化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台灣今年的內需的成長 在第三季的時候狀況非常好 所以它也帶動GDP的成長 到第四季的時候呢 我相信這個數字啊 還會更好 所以今年的 台灣的經濟成長率的表現呢 我相信台灣應該有非常不錯的成績單 你看到南韓的第三季 經濟成長率是負的1.9 新加坡負7% 香港呢負3.4% 台灣在全世界來講 我們算是少數能夠成長的國家 這樣一個態勢要觀察 如果拜登將來勝選之後呢 第一個呢 美國對中國的態度 它到底有沒有出現顯著的變化 也就是說 美中在全球爭霸的 過去的川普 他是毛起進來 全力對付中國 拜登催催牢矣 拜登已經有老人痴呆症了 所以 他能稱 到底能稱幾年沒有人知道 所以 對美國來講 如果拜登當選 對美國我相信這四年 是給中國一個 喘一口氣的機會 那這個時候呢 對全世界未來的影響 我相信這是知識體大 所以 我們要觀察在未來這一局當中 現在在美國大選之後呢 呈現一個非常巨大的變化 這個巨大變化呢 基本上來講 台灣現在的格局啊 大概已經確定了 也就是說 美中如果有轉環的話呢 台商還是有它相對活動的空間 所以我覺得 對台灣來講影響不會太大 我今天上電視啊 我就把沈富雄跟 吳家龍兩個放在一起 齁 因為他們兩個喔 一個呢說 拜登會大勝 所以我猜拜登353張選票 啊 川普153 155 齁 結果這次他也沒猜對了 而且他沒猜對 他昨天臉書啊 他承認錯誤 還說 川普最後 最後在搖擺州會勝出 這下子剛好錯兩次 結果吳家龍說川普會大勝啊 所以我今天說你們兩個啊 各自爭辯一下 我看最後回到中間為什麼 拜登也沒有大勝齁 啊川普也沒有大敗 沒有大贏 所以 所以 剛好就是回到中間的位置 這個中間我相信這次 現在正在一個 膠著拉鋁的狀態 我們 還不能太早判定川普死刑 但是 川普的勝險機率 我看剩下二三十趴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已經 被逼到牆角 那這樣一來的話 我想後世的發展 大家可以 看著這個情勢的演變 我相信這是一個 在這麼多年當中啊 我們看到這個全球的 地緣政治呢 可能又出現一個新的變局 那川普如果落選 在執行川普政策 包括 這個 我們看到副總統的 這個 Pence啊 或是 這個彭佩奧國務卿 他們都會離職 那 在 拜登勝選之後 他的 新的團隊 未來有什麼樣的新的想法 這個 值得大家高度的去評價 那我想這個是一個 在未來大家觀察的重點 那今天 我特別注意 在 川普可能 敗選的情況之下呢 國際金融市場 看起來好像影響沒有很大 為什麼我今天如果 拜登要當選我覺得 好像美國股市會大跌 但是好像 今天道瓊最高漲 821點 最後漲了367點 還是非常強勢啊 然後 這個 科技股 又持續 大幅的上漲 然後呢 包括啊 美國的公債啦 或 恐慌指數啊 昨天美國的恐慌指數 大概一天跌了16.8 那這個狀況看起來 好像市場上 對 美國這一次的狀況 沒有 出現 大家意氣中的惶恐 因為 大家一開始都認為 美國可能會陷入 這個雙方不承認 敗選的一個 紛亂的狀況 但是 資本市場好像 沒有告訴大家 這樣的一個結果 所以 今天晚上大家可以再繼續 觀察下去 好 那對台股來講 我想 台灣的股市 這一次 大家可以想像得到 我們已經算是空前強勁 我們在 12,680點 那個上面啊 那個力道已經非常強 然後現在看起來 這個台股的姿態 是非常高的 如果 能夠把那個 12,500點 變成一個底部 那後面我想 應該會有一番 新的境界 我常常推崇我們 國泰投信的張錫董事長 他全台灣他最勇敢 為什麼 張錫說 2萬點跟3萬點都有可能 反正就是他講的 我現在幫他把目標啊 先講一下 以前我都不太敢講 為什麼 講了一個人要找你算賬 現在張錫最勇敢 那 國泰投信的張錫啊 我們張錫董事長 3月的時候呢 全球 疫情最嚴重的時候 你記得我們3月19號啊 台股跌到8523點 那一天國安基金進場 那張錫接受國商十八訪問的時候呢 他說台股會好十年 我看到這個眼睛為之一亮 我說 有一個人啊 居然這麼勇敢 當大家已經嚇破膽的時候呢 他告訴你台股會好十年 我說啊 這個膽勢一流 我對張錫是刮目相看 那這個時候呢 他又告訴大家 台股有很高的殖利率跟這個 毛利率齁 我們高附加價值啊 那 外資今年賣超 明年會加嘛 所以 他認為台股明年會有更好的表現 這是 國泰投信啊 等一下我們張用川也可以稍微補充一下 他們發行非常多的 這個基金喔 今天 國泰有一檔啊 國安 資安的指數 ETF 他一直表現非常好 那我特別要強調 今天我們的資安論壇啊 我們特別請到龐厚政府委員 他我相信是 在台灣 得到非常突出評價喔 這個 他是你自旁的他 但是 他長得高大魁梧了齁 但是 他非常特殊 在全世界來講 大家都對他刮目相看 所以這是不容易的 那 我在 兩個多禮拜以前 也帶領一個考察團 去把台灣的資安的公司啊 完整的看一遍 第一個大家知道 全世界的資安產業呢 現在都非常蓬勃發展 這幾年 大家可以想見到 駭客攻擊已經變成常態化了 隨時 都有駭客的存在 台灣處在一個兩岸最敏感的一個 地緣政治的最前線 我相信 資安產業一定有 非常大的爆發的潛力 小英總呢 在這次 這個520的就職當天啊 他特別揭露 六大 這個 重點發展的產業齁 第一個當然跟半導力5G有關 第二個呢 就是資安 第三個啊 就是 力能產業的 包括太陽能跟離岸風力發電 我相信這是一個 長期發展的一個重心 第四個啊 生物科技 那 第五個呢 包括那個像國家的這個 國家隊的這個 這個 這個型態啊 大家如果從這當中 你可以看到這個 我們這幾個那個重點產業當中 一個一個啊 按圖手記 大家應該會有很大的收穫 那資安的產業的發展 台灣 過去很長時間啊 我們比較重視 設備的進口 但是 我相信 資安的發展空間很大 你知道 像 以色列的 這個 這個 Check Point 或是 Melonox 他們 在以色列在美國上市啊 市值大概300億美金以上 美國非常多的公司啊 像 Splank Fortinet 這些 他們其實 業績都還沒有賺錢 但是呢 市值都兩三百億 這個情況來看 台灣其實大部分的公司啊 規模都很小 所以我這一次也把所有的公司看了 我也給他們很多的其美 在台灣的資安的路上呢 我們有 非常 寬闊的成長的空間啊 可以期待 那在今天的論壇當中 我想我們也可以了解一下 全世界的資安產業現在到底發展到什麼情況 台灣的機會在哪裡 我想就是今天大家可以 好好放鬆心情來上這一課啊 尤其大家從來沒聽過唐鳳的課呢 可以靠欣賞一下我們這個 這個在科技界當中被視為明日之星的 政府員將來他的角色 那我想 我今天的 開場白訓談到這裡 那我想我們正在面臨一個 非常巨大的轉變的時代 未來的變化 大家一定要正在眼睛仔細的往下看 謝謝大家 我們財訊 今天謝社長金河大哥 還有我們景城科技的林董事長 還有各位先進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大家好 這個拜登的老年痴癌症 真的是讓人有點擔心 不過昨天有個好消息 這個BioGen 就是美國的生技公司 昨天一個晚上漲了40% 因為他們呢 這個FDA說 他們這個阿茲海默症的這個新藥呢 有這個非常強的一個 這個就是 對老人的這個 就是阿茲海默症的一個療效 那足以呢 給他們approval 所以呢 這個希望呢 這個BioGen 也可以這個 幫忙一下這個 拜登讓他腦袋 可以清醒一點 那我想呢 政治呢 我想這個 選舉總是一時的 那我們就是說 還是回到這個基本面上 那至於剛剛這個 這個社長提到的我的老闆 就是我們那個董事長 講這個兩萬點 我想他主要的point就是 我們這個台灣的這個半導體 在這個我們護國神山 這個台積電的帶領之下 這個技術的領先呢 目前已經是這個全世界第一了 那其實呢 這個半導體呢 其實不是只有錢就可以堆砌的出來 還是需要有這個我們講說這個人才跟技術 那其實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這個我們 這個 前這個 南亞科技的這個董事長 這個高企權也回來了 那這個 這個中國大陸有很多的這個半導體 的投資呢 目前呢 就是說在這個 投入這麼多資金之下 但是呢 技術上呢 其實還是 遠遠落後我們的這個 就是 台積電 所以呢 回歸到這個基本面上面 還是要對我們的這個 就是台積有信心 特別是 就在5G來臨之下 那這個 台積電的這個製程呢 已經往這個 三奈嶼這邊推進之下呢 我想呢 這還是一個台積我們非常強的一個競爭力 那 今天要來參加這個解密資安大商機 這個找我來是正確的啦 因為呢 這個資安商機到底有多大 其實呢 做總經理的人最清楚 因為呢 像呢 像我們國泰投信啊 今年的這個 投資在這個資安防駭客的支出啊 就比去年多了好幾千萬 為什麼 因為呢 駭客攻擊實在是 越來越誇張 無孔不入 那駭客呢 最喜歡攻擊知名企業 因為呢 知名企業就 這個經不起 我們講說有任何的這種 就是商慾上的損失嘛 那大家都聽過一句話叫做 樹大招風對不對 那我們這棵樹 就很怕這個 就是這個 遭到這個駭客的攻擊 所以 每年呢 對資安的投資啊 都是一直在成長 所以呢 這些 資安的公司 像剛剛這個市長提到的這個 這個 其實這些 或者是像我們 大家很熟悉的 這個 我們這個台灣 這個 台灣人這個 這個 張明正董事長創辦的 這個趨勢科技 等等呢 都是我們 就是在 就是 採用了一些 這個防害的這些 就是軟硬體防火牆等等 那 到底 這個 資安 它有多大的商機 資安的股票 到底表現得怎麼樣 那等一下呢 一一為大家 來做報告 那首先呢 先請大家欣賞一段影片 好 那 這個是我們 在 11月18號 即將募集的 就是這個 國泰台灣5G Plus ETF的這個 就是宣傳影片 那 全球 最強的5G供應鏈 其實 不在別的地方 就在台灣 那我們有這個台積電 我們有聯發科 我們有這個 這個三五族的這個最大代工廠 穩貌 有這個 鏡頭的領導廠商 大力光等等 所以呢 這個 投資 5G 就可以 就是直接呢 透過我們的這一檔 ETF 這個 股票代號 這個00881 那12月10號呢 會在這個 交易所掛牌 那就請大家 多多支持 那 5G跟資安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絕對有 這個非常密切的關係 那我們都知道這個5G呢 它的這個資料的傳輸速度呢 會是我們現在用的4G 的20到50倍 那其實大家都有聽過 就是說所謂這個 就是 這個流量供給 像我們大家有時候在這個 就是下單的時候呢 忽然這個 券商的這個網站 下單軟體呢 就掛掉了 其實呢 這時候呢 都是有很多都是因為這個 駭客發動所謂這個流量供給 然後癱瘓掉這個券商的這個 就是下單系統 那 所以呢 在5G時代 如果說這個 資料傳輸數量 速度呢 會是這個20到50倍的話呢 那駭客 他要做這種流量 的一個這個 癱瘓攻擊 其實是不是更容易 所以呢 未來在5G 時代要來臨之前 其實呢 這個資安的這個問題呢 首先呢 先要被解決 先要被這個 take care 所以呢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一些統計的資料 那根據這個 世界經濟論壇的報告 其實呢 這個 今年來 網路攻擊 還有這個資料卻取呢 已經呢 多次成為這個 人類社會威脅的前5名 那 我們從這個 世界經濟論壇 它的一個 就是調查來看 包括在2018年 2019年 像是這個 駭客攻擊 或者是這個 資料的一個威脅 資料被偷 這都是 這個 我們講說這個社會 人類社會的這個 威脅的這個 前5名 那 世界經濟論壇也 預估啊 2019到2023年 全球網路犯罪呢 將造成企業的損失呢 上看 8兆美元 這個8兆美元 是什麼樣的概念 8兆美元 大概就是差不多 240兆台幣 我們台股的市值大概是差不多 40兆台幣 也就是6個台股市值 這麼大的一個損失 所以 每一個企業 怎麼能夠不重視資安 怎麼能夠不增加 對資安的一個防護 投資呢 那 以色列資安農土 就是這個 它有提到 在5G時代下 駭客的攻擊 將不手軟 而且 會進化到 第六代的行動 這個威脅 那 在今年的8月份 這個紐西蘭的這個交易所 有連續四天 沒有辦法開市 因為呢 他們的這個系統呢 受到這個DDOS 就是剛剛講的這個 就是 這個網路 癱瘓式的流量攻擊 那四天沒有辦法這個交易 然後呢 特斯拉 在8月份 差點呢 被這個 就是植入這個惡意軟體 到它的這個 我們講說這個 自駕車的這個城市裡面 非常嚴重的攻擊 那這個 他的執行長呢 Elon Musk 講說這個 This was a serious attack 這是非常非常嚴重的這個攻擊 想想看 如果在這個5G時代來臨的時候 我們在這個5G高速低延遲 多點連結之下 自駕車的這個夢想一定可以成真 但是呢 如果呢 自駕車的這個電腦程式被駭客入侵的話 那是多麼危險的事情 好 那整個這個就是 駭客攻擊 其實呢 在COVID-19這段期間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這個 就是猖狂的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在COVID-19這段期間 其實我們台灣可能感受還沒有那麼深 實際上呢 我們集團在這個美國英國的這個同事呢 他們呢 都是這個在家工作 那最近呢 因為這個就是冬天 疫情又有第二波的一個現象 在這個我們美國還有這個英國的這個同事呢 他們都已經決定要這個在家工作 直到明年的第一季 所以呢 這段期間呢 他們都是用所謂的這個 就是我們講說這個用這個就是VPN 遠端連線的方式 連到這個公司的這個網路裡面去 那這樣的一個連線 還有就是說這個透過把資料放在這個 就是雲端這樣的一個工作方式 其實呢 駭客也看到這樣的一個現象 所以呢 對於這樣子的一個這個就是我們講說 無線連網 從外網連到內網 這個是企業最害怕的事情 因為這個就是最容易造成這個病毒 或者是惡意層次 植入到公司的這個 就是內網跟資料庫的這種就是連線模式 那這時候呢 防害軟體 防火牆 遠端儲存等等 這些需求呢 就大幅的增加 為什麼我剛剛提到說 我們在今年 我們光我們自己國外投信 還沒有算我們整個國外金控 我們國外投信呢 在資安上的這個就是支出 就增加了好幾千萬 因為要達到可以這個遠端連線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安全的一個目標 那在今年這個二月的時候 有一個就是也算是這個 蠻特別的一個事件 就是在這個桃園龍潭 有一個國中叫做武漢國中 那他們呢 在二月份這個武漢肺炎發生的時候呢 他們的網站就被換成五星期 然後直接就被駭客就是攻擊掉了 那其實他們有點這個算是 蠻這個詞於之殃的啦 因為他們的這個就是 國中的名字叫武漢國中 就剛好是這樣子同名 就遭到駭客無情的這個癱瘓跟攻擊 那不過呢 因為這樣的一個就是疫情 遠距辦公跟遠距教學 也帶動了就是這個雲端 還有這個妨害資安的一個這個需求 那剛剛就是社長提到 就是說這個小英總統 把這個資安列為這個 就是國家的這個六大戰略產業之一 那在這個全球 包括美國還有歐盟 也都投入這個大量的這個資安預算 像美國呢在2019年呢 投入的資安預算就150億美元 那歐盟呢 也有規劃20億歐元 那在這個今年520 這個總統就職的前後呢 其實發生了一連串 就是知名企業 就是遭害的一個這個事件 連總統府也遭到入侵 那其實呢 政府部門其實呢 被駭客攻擊的這個次數呢 其實是最多的 每個月就是呢 有高達4000萬次 相當於一分鐘 我們政府部門就被攻擊1000次 所以資安其實已經變成是一個國安議題了 那根據這個Garner Garner我想大家應該都不熟悉 就是以前是叫IDC 它就是統計全球每一季的PC 或者是手機出貨量 就是最權威的這個機構 那根據這個Garner的一個調查 在這個2020年 這個全球的各類IT支出之中呢 軟體是企業最優心要投入的 其中更以這個網路安全呢 居所有的IT支出的第一位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說這個 就是以這個就是Garner 對企業的這個資訊長 CIO的一個調查呢 有64%的這個比例呢 認為這個改善網路資安 是第一優先的要務 那沒有資安其實談未來的所謂5G 談未來的所謂這個就是AI 大數據智能車其實呢 都是很危險的 要先把資安做好 這一些新的科技 因為都是要透過這個就是這個聯網 特別是無線的一個聯網 才能夠達到一些新的就是應用 沒有資安的話呢 其實都是很危險的 就像我剛剛提到的這個 將來5G時代自駕車 雖然就是可以實現 但是呢駭客攻擊自駕車 其實呢也會造成 就是非常危險的一個狀況 那資本市場是怎麼樣看這個資安概念股 其實呢這個資安概念股呢 其實在市場上 特別在我們這個台股 其實呢應該講說 並不是一個熱門的這個類股 應該講說這個在台股 存真正講得上是存這個 這個資安的這個公司其實並不多 那當然最近有一檔算是 大家這個也算是比較認同它是存的 就是這個我們講說這個安基 這個資訊 那它就是算是比較這個 這個成分比較高的一個資安的公司 但是呢在台灣像這樣的公司不多 但是在國外非常的多 而且呢市值都是這個好幾百億美金起跳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這個 根據研究機構的統計呢 全球資安的支出呢 會從就是2000年的這個1100億美元 到2030年呢會成長到2380億美元 也就是呢會成長超過一倍以上 那裡面的一些就是公司 代表性的公司 像是這個Sprock 它是以這個大數據 還有這個資料庫安全 就是這個資料庫安全 為這個主要就是服務的這個廠商 它這個公司呢 在過去幾年的這個EPS的複合成長率 年複合成長率高達74% 那另外呢這個房特網Fortinet 那它的這個主要是做這個防火牆 等等這些就是設備 那它的這個過去幾年的這個 年複合EP的成長率也高達25% 那這個到底這個資安類股 整體的這個股價表現怎麼樣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其實這個主題式投資 是最近這幾年 非常就是夯的一種新的投資方式 就是聚焦看好的未來的科技趨勢 這樣的一個主題類股呢 來這個就是集中式的投資 那我們可以看到 像是過去比較就是 最近比較這個夯的就是 包括像是這個人工智能 或者是這個像是這個5G 或者自動化等等 其實呢從2018年以來 網路資安類股的漲幅呢 將近70% 其實呢是G 就是各種新科技的這一些 就是類股裡面的漲幅第一名 那第二名呢 才是人工智能 人工智慧 第三名是5G 那如果看更長期的話呢 你就可以發現這個就是 資安類股的爆發力呢 更驚人了 那在過去10年 這個網路資安類股的這個表現呢 它的漲幅高達421% 那不但呢 這個遠勝過這個 每股的這個就是標準 普惡500的一個指數 漲幅只有167% 連這個我們講說科技股 就是比較強的科技股的代表指數 納斯達克呢 也才漲321% 等於是說這個網路資安 類股的漲幅呢 甚至比這個納斯達克呢 還多出100% 那其實呢 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說呢 這個網路資安類股呢 其實呢 它在跌的時候呢 也跌得蠻快的 但是呢 它觸底之後呢 其實反彈的這個速度 非常的驚人 因為呢 它的一個成長的趨勢 並沒有改變 所以呢 在這個跌 就是拉回之後呢 它的恢復力 其實是非常強的 好 那我們 就來再介紹一下 就是說這個 在國外 有哪一些比較知名的 我們講說這個資安的這個 就是這個 基優股 像是在這個 納斯達克 ISE 全球網路資安指數裡面的成分股 像這個 Zscaler 那Zscaler呢 它是一家 就是有一個 就是獨門的 叫做這個 資安雲 這種獨門技術的這個 就是 新公司 包括 像是這個 Microsoft 還有這個 YouTube Facebook 都靠這個 Zscaler 它提供了這個 叫做 資安雲的服務 來這個 防害 那它過去 三年的這個 就是 EPS的這個 複合成長率 50% 那從 2019年以來 這個 它的股價累計漲幅 也高達253% 另外一檔 這一檔 也是 這個 就是 納斯達克 這 ISE 全球網路資安指數成分股 Fasterly 這一檔 也是很多 我們講說像這個 CNBC的 就是這個 財經節目裡面 常常被討論的 那它主要呢 是提供 這個 金流資訊流 這一些 電商社群支付 的一個 這個 就是技術的公司 那包括像這個 Spotify Twitter 都是它的客戶 那這家公司呢 它的這個 就是爆發力更強 它在 2019年以來 它的股價漲幅 累計有486% 那其實呢 在國外的 所謂這個 聰明錢 Smart Money 早就已經 提前 就是部署 這個資安類股 所以呢 這個應該講說 這些Smart Money 都賺翻了 那我們以這個 就是 全球呢 這個投資在 就是 資安 ETF 相關的資金 來做一個 就是這個觀察 在2016年的時候呢 投資在這個 就是 網路資安相關的 ETF的資金呢 大概就只有 差不多12億 13億美元左右 到現在呢 已經呢 來到超過 40億美元的一個 就是 創新高的一個水準 好 那要怎麼樣 就是Catch到 這個網路資安 這樣的一個 就是大趨勢 因為呢 這個駭客呢 是永遠呢 就是會有更 更獨的技術 更先進的技術 那這個駭客呢 永遠是不會消失的 所以呢 這個就是 網路資安的需求呢 也跟著呢 就是會持續的成長 那我們呢 認為呢 透過這個指數化的投資方式呢 是一個 最簡單 而且呢 最有效率 也就是 可以幫大家呢 最不用傷腦筋 就可以抓到 這樣的一個 這個大趨勢 投資商機的一個 這個方法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 這個就是 全球 這個科技龍頭 納斯達克 他編了一個指數 叫做這個 ISC全球網路資安指數 那他是怎麼編的呢 他的母體呢 是這個 全球交易所的 這個上市股票 但是呢 他會排除掉一些 就是對外國資本 就是管制的國家 包括像是這個 中國 墨西哥等等 然後呢 在由這個產業裡面呢 去篩選 屬於這個 所謂網路安全的 行業的一些公司 那他是以這個 ISC協會來認定 那他裡面呢 包括 像是做這個 防火牆啦 或者是雜道器啦 等等這些基礎設備的 那也有就是說 做這個 就是 這個 就是 網路資安 諮詢服務 這樣的供應商 包括軟體 硬體 還有服務 都有 那最低的流動市值 1億美金以上 好 那這個指數裡面的成分股呢 總共有58家 分佈在全球 各地的這個 就是頂尖的資安公司 那 橫跨八個國家 那 包括 像是剛剛提到的這個 Zscaler 這個 Sprunk Fasterly 還有像是這個 我剛剛提到 我們的這個 就是也算是台灣之光的 這個趨勢科技 這個 Fortinet 其實還有一家 我想特別可以值得介紹一下 就是這個 CyberArc 那CyberArc 它是一家 做這個 專 專長是在做這個 特權帳號 防護管理的公司 那這個 財新 一百大 全球一百大的 這個財新的企業 有 將近一半 是它的客戶 那這家公司 為什麼那麼厲害呢 它做這個 所謂這個 特權帳號的 這個防護呢 為什麼這麼重要 什麼叫特權帳號 特權帳號呢 就是我們的IT人員 在用的帳號 我們這個 在這個公司裡面呢 公司都給我們 一個帳號密碼 那 只能夠在自己的 這個PC上面使用 但是呢 IT人員呢 他的這個特權帳號 他可以幫你 就是裝軟體 然後呢 可以幫公司的網站 就是做一些這個 維修 或者是改版等等 但是呢 這些特權帳號 往往就是呢 這個駭客 他優先要取得的 因為他一旦取得 IT人員的特權帳號之後 他就長驅直入 然後呢 無所不在 然後呢 可以取得 就是我們講說 這個最底層 內網最底層的 這個客戶的一些 或者是公司的一些 機密資訊 那其實呢 這個 駭客的一些這種 就是 惡意程式 或者是他的一些 惡意的這些病毒呢 他其實跟這個新冠病毒也是一樣 都是有潛伏期的 像新冠病毒潛伏期14天 但是呢 駭客的這些 就是這個 偷取特權帳號的 這個病毒 他往往潛伏期呢 高達半年以上 他在收集這一些 這些我們講說網管 IT人員 他們的一些行為 跟他們這個 就是帳號的一些資訊 那等到他這個潛伏期 收集達到之後呢 他就長期植入 到你內網最底層 去竊取公司 最機密的資料 然後進行勒索 所以這個CyberArk呢 他就是有 具有這種 就是防護特權 帳號的一些 獨門技術 好 那這個是我們這個 納斯達克的網路資安 指數成分股的一個 就是全貌 總共有58檔公司 那有71.6% 是在這個美國 那有6.5% 是在以色列 這個其實呢 以色列 其實也是一個 蠻特殊的國家 他們呢 就是我們講說 長期在這個 中東地區 受到這個 四面八方 這個敵人的包圍 那當然呢 這包圍的攻擊 除了這個 我們講說 飛彈攻擊之外呢 這個駭客網軍的攻擊 自然是不在話下 所以呢 以色列呢 也因此呢 發展出非常強的一個 就是這個 網路資安的一個 這個技術 那另外 大家也可以看到 有一個國家也蠻有意思 就是這個南韓 一樣 我們都知道這個 北韓的網軍 跟這個 就是他們的 駭客部隊 是非常強的 每年呢 幫北韓呢 賺取這個 上百億美元的外匯 所以呢 這個南韓呢 也因此呢 發展出非常強的 這個 就是網路資安的技術 我想我們台灣呢 把這個 就是資安列為這個 國家的這個 六大 戰略採業之一 我想也是有 它的一個 這個背後的這個思考邏輯 在裡面 好 那 目前呢 我們這個 就是 全世界 有這個 就是五檔 這個 投資 這個網路資安的 ETF 那 包括在這個 就是美國 有三檔 那在這個 歐洲 有一檔 那我們國外投信呢 發行的這個 國泰網路資安 ETF呢 那規模大概在 30億台幣左右 那代號 00875 是目前亞洲 唯一一檔 就是這個 以這個 追蹤這個 網路資安相關的 這個公司 為指數的 這個 ETF 好 那這個 資安啊 他是一個 絕對不會退流行的 這個投資啊 因為 基本上 這個 就像官兵 桌強盜一樣 這個 小偷強盜呢 是不會消失的 所以呢 而且呢 這種官兵桌強盜的遊戲呢 是會一直下去的 而且呢 未來 隨著這個5G時代來臨 這樣的一個 就是 對這個 這個 這個資安的一個防護呢 應該講說是 只會 就是 增加不會減少 那我們看 就是說 以我們這個 追蹤的這個 ISC 這個資安指數來看的話呢 在 2011年以來呢 任何一個 十點進場 那你 這個持有一年的 這個報酬率 大概19.5%左右 那 持有這個 兩年的話呢 大概是40.5% 持有三年是63.2% 也就是說呢 他這個指數 長期趨勢往上 的這種 這個動能 非常的明確 那只要 就是說你 持有一段時間 其實他這個 都有不錯的一個 就是獲利的一個表現 那 我們 在這個疫情期間 就是我們 也就是 跟我們的這個 合作夥伴 納斯達克 就是關懷 這個 就是疫情 還有這個 人類的健康 所以呢 我們在這個 就是時代廣場 這個 納斯達克總部的 這個 這個牆面上面呢 我們也 這個就是 打出 我們的這個廣告 希望呢 可以啊 讓這一場這個 就是 COVID-19 帶來的一個 人類的大浩劫呢 可以啊 盡速的一個落幕結束 好 那以上就是 今天我要跟大家 報告的訊息 那 非常感謝大家 耐心的聆聽 那最後呢 祝大家身體健康 投資順利 財源廣盡 萬事如意 謝謝 好 好 那 這個我今天呢 因為 延續這個解碼資安大商機 那剛剛這個 從社長 從這個川普跟拜登這個大選呢 做了這個 國際趨勢的解析 在 到張總經理呢 透過整個這個 投資的取向 去談這個整個資安的方向 那我的部分呢 比較著重在 現在跟金融產業有關 尤其是這個數位金融的發展 還有所謂的金融科技的發展 走向未來的時候 因為這個大家使用 雲端啦 透過數位化的方式啦 開始有一些交易 或是你這個金融的這個使用上面 越來越數位化的過程 可能會帶動一些 越來越多的資安 那這個資安呢 會產生什麼樣有機會的應用 那我今天主要談的是這個部分 好 那 我要按哪邊 這樣子 OK好 那我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林俊陽 那 景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那我自己也在這個台灣金融研訓院 當這個特約講座 那這個是我的公司 我們一直以來基本上就是把軟體呢 服務在銀行的這個數位需求上面 好 那今天我想我按照這個方向來跟大家做個分享 首先我們在看這個金融科技的 資安管理趨勢的時候呢 現在大家在談的幾個金融科技的發展 好 不外乎就是開放銀行 也就是說開放銀行呢 它會讓我們的生活 我常常在講說 食衣住行娛樂生老病死 好 所有的生活 它都可能展開跟這個金融的合作 好 怎麼樣展開呢 我舉個實際的例子 比方說你到醫院去看醫生 好 那你到醫院去看醫生之後 你就拿了收據回去呢 你有保保險 你就跟你的這個insurance company 去做理配 好 那有沒有機會呢 未來保險公司也好 證券公司也好 銀行也好 在透過很安全的機制之下呢 把他們公司系統的接口 開放跟這個 你的生活面的組織 好 比方說店家或醫院 開始對接之後 那我們就可以想像 有一天你去看完醫生 好 然後走出來的時候 手機簡訊 好 保險公司發給你 好 因為你保了這個保險 你剛剛看了這個病 好 已經eligible 你這個理賠 好 所以我錢已經剛剛一瞬間 回到你的戶頭去了 好 所以未來理賠 你就不用再找這個 你的這個 頭保的專員 找他來 然後把單據拿給他 好 那大家想想看這樣的一個方向 其實就會產生很多的漏洞 好 因為很方便 好 所以呢 從金融科技開始一直發展 帶動這個開放銀行 跟數位金融之後呢 其實資安的整個需求 他也會相對的大大提高 好 那當然呢 從這個金融機構也好 或是企業面來講 因為走向開放之後 跟銀行對接的機會就變大 對變大了之後呢 這個轉型的過程 好 也會有一些 呃 資安的應用會出來 好 新科技會跑出來 好 那再來我會介紹一些 呃 國外的資安案例的分享 好 好 那我想從 這個 這個金融科技來談資安管理的話呢 單單從這個駭客攻擊啦 或是說 呃 這個 洗錢啦 這個其實 技術上的問題 其實我想是比較後面在談的 好 應該是先從法規面來談 好 因為安全這個事情在金融業呢 他就不是一個 單單簡單的技術問題 他可能大方向從整個金融的治理 好 所以金管會他 他管理上面 他本來就有一個 比較嚴格的取向 然後呢 接下來就會延伸到我們講的 所謂的作業面 好 你到底在金融的作業過程當中 你有什麼樣的流程 可能會導致一些風險 最後才是技術 好 那我想這邊有很多例子 好 比方說 現在很流行這個叫資孔這個字 資安孔工 好 這個資安孔工一出現之後 很多人可能就 塞一個病毒給你 我舉個例子給大家聽 我們在這個 YouTube上面可以找到一段影片 就是說有一個人 他就放了一個很漂亮全新的USB 放在地上 然後呢 你覺得有多少人會去撿 撿起來好像撿到便宜了很漂亮的USB 拿了這個USB隨身疊之後回去 有多少人會去插在自己的電腦上 其實很恐怖喔 如果我把一個USB丟在科學園區 我們的護國神山旁邊 有一個工程師不小心 讚 拿回去一插上去 也沒有經過掃讀 打開裡面的檔案 那個裡面的檔案又是很吸引人的 比方說是國泰ETF的投資密集 一打開 萬一人家惡意植入病毒 你就嗨啊 所以呢 其實資安這個東西呢 教育啦 法規啦 其實這個缺一不可 那這個打開之後可能會什麼現象呢 就是我們現在常常在講的叫殭屍網路 把你這個公司整個網路都癱瘓掉 所以現在也有很多的這個軟體公司 像台灣有一家軟體公司 我覺得還不錯 像華聚科技 他就是做了一個軟體 就是說當你在受到這種資安恐攻 然後人家來威脅你的同時 一般來講他威脅你的原因就是說 我綁架你所有企業裡面的data 所有裡面的檔案 讓你的operation不能繼續下去了 所以他就來這個威脅你 可是這個反織孔的軟體就有機會了 平常就幫你把你的這個數位的資料 把它保護得很好 所以雖然你碰到資安恐攻了 但是呢 你的operation還是不會停下來 你的整個公司還是可以運作 你就有時間來跟這個資安的恐怖分子 來做一些談判 然後給他一點錢 叫他趕快走 那這個可能就是未來很多我們在 虛擬的領域上面都會看到的事情發生 那比方說洗錢 像前一陣子很多年 大概一兩年前台灣有一個公司 叫做Cherry Pay 那其實國外也有 叫Transferwise 那這個公司在做什麼呢 就是幫助大家換貨幣 我舉個例子這樣說好了 大陸跟台灣很多外匯管制 很多人就是在中國大陸辛苦賺錢到年底 要匯50萬回來台灣 朋友你匯50萬台幣到我的台灣戶頭 我匯10萬人民幣到你的大陸戶頭 這樣就把這個換位做成功了 那這種換位當他被系統化 或是把他普及化了之後 國際上就有很多公司 這樣這個Transferwise 就是你上了這個網站 他就幫你在世界各國媒合 你不認識的人 他想要換5000塊英鎊 你想要換多少台幣 他就直接這個錢就轉換 那轉換你會覺得說 那其實這個也沒什麼 但是可能這樣的東西會造成一些洗錢的漏洞 或是國家的這個外匯該回來的 其實沒有透過正常的管道回來 也可能會影響到不只是金融秩序面 也有可能是經濟層面也會有一點影響 所以像類似這樣的東西可能都會從金融業的角度來看 他都會是在資安的議題裡面 所以金融科技在看這個資安治理的三大面向的時候 通常我們一定還是從法規面來看 法規面來看完之後才去看這個風險管理面 風險管理面當然就是去談就是說 你作業當中你到底在做什麼 你會產生什麼風險 最後才把資訊案前的科技 資安的科技拿出來去Fix這個問題 法規面其實案例其實很多 我簡單舉幾個 比方說做一些管制名單的過濾 當然在資安上面 我們最擔心是在交易上面出問題 或是在這個風險評估上面出問題 在信用評估上面出問題 我們舉個例子來說 現在有很多的這個風險評估的機制會發生 我們常常在說我們在收集大數據大數據 你這個收集數據也要有意識性的收集 有意識性的去運用 比方說如果我今天是一個銀行的信貸部門 我做了一個數位信貸的系統 那造就了很多的這個民眾 他可以很方便的透過手機 自己來做一個數位信貸的申辦 他在這個申辦的同時 你可能針對他平常在聯真中心的記錄 或是等等去看他是不是符合這個申辦的條款以外 你可能還要再去看一些外部的數據 比對一下 所以現在很多金融業都會跟這個 Google或是一些雲端公司 做一些資料上面的合作 他雖然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就是那個人 可是他可能會說 Google提供給我的這個參考資料裡面 在這個客戶A有可能跟我這個客戶 裡面的這個人可能跟我這個客戶A 要申請貸款的這個人很一樣 那個人在Google的瀏覽器上面 天天的找一些當鋪的資料 找一些這個地下錢莊的資料 你就發現這個人可能信用不是太好 那這種人可能就會慢慢的 就把他放到管制名單當中去 那未來他有機會他要來做數位信貸的時候 他就是一個參考的職 所以其實除了法規面以外 簡單講就是說人員程序還有科技 這三個其實都缺一不可 才有可能支持一個非常 sustainable的這個金融科技的世界 尤其我這樣這個人員就跟教育訓練有關係 我們剛剛談這個USB很漂亮掉在地上 撿起來就拿回自己家裡拆上去 像這樣子的一個教育訓練 可能不只是對員工對民眾對於科技人員 其實都可能是未來需要很加強的地方 那當然風險管裡面的話 我想未來金融機構也好企業也好 都會針對公司自己內部的資訊安全資料保護 還有內控的迴圈 所謂內控迴圈就是說 我今天針對資安加以做內部的控制跟機核 我碰到問題的時候我怎麼樣去防範 像大家都有看到一些報紙上的案例 比方說ATM被盜領 ATM被盜領這個事情 從發生覺得有問題 然後到他前陣子被盜領走 到接下來你去追查他 這一整段其實都是要有一個很嚴密的SOP 這個我們就是講說風險的管理面 那隨著這個科技越來越發達 你就會發現說 這個 整個過去我們做這個單點管理 比方說我們以前做這個ATM的這個 最重要的這個安全房子就是什麼 就是你做一個攝影機 然後這個人去這邊取錢 這個人可能有戴安全帽 那如果有戴安全帽的話 攝影機是不是影像辨識 就馬上開始 highly recognition 就非常快的就認知到這個人戴安全帽 好像有一點危險等等的 那這個你看到了這個之後 你後面要做什麼防護 其實不知道 那這個單點的整合 單點的管理呢 未來就會擴展出來 什麼叫擴展出來 我們講一個非資安的案例 像現在呢 如果你到 某銀行的這個 提款機去取錢的時候 你取完錢的時候 他就給你一個QR Code 叫你拍 說你拍了這個之後 我就用LINE傳對帳單給你 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一個 這個我們講 整合性生態圈的概念 也就是說呢 以前你可能取完錢之後呢 他就吐一個這個取款條給你 讓你知道你還有餘老餘兒 現在你可能就拍一下 LINE就 以後他就寄這個對帳單給你 那未來呢 這個銀行就可以在LINE上面 跟你開始做溝通 好 那我們大家把這個事情延伸下去 回過頭來 從安全的角度去看的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說 當你身上有個手機 比方說現在大家如果出國 對不對 回來 你手機放在身邊 稍微註冊一下 你就知道 你有沒有逃離你的隔離圈 類似這樣的概念 其實人事實地物 透過你身上的手機 可能就很有機會的 去把你身邊的這個 這個360度的監控把它做起來 這樣子的封控呢 就會越來越緊密 再來當然就是 資訊安全 通過科技的處理的話呢 就會產生這個技術上的需求 那就像剛剛張總永遠有提到 每年大概基本上 網路犯罪造成的經濟損失 大概是4,450億美元 這個其實已經是一個黑色產業鏈 所以你想想看透過知恐去威脅人家 一年可以賺到多少錢 所以它這個黑色產業鏈變成是一個 不得不打擊的目標 所以金融機構未來可能幾個方向就是說 不管是 我講的所謂金融機構已經是不只是涵蓋在 金控啊 銀行啊 保險公司 證券公司 可能甚至包含支付公司 這些可能都是我們講的 屬於廣義的金融機構的範圍 資訊安全的管理可能就要納到 這個公司治理的架構 所以現在越來越多的金控設資安檔 從資安的角度來看這個事情 那這個資安檔這個 其實呢在某種程度上呢 其實對於金融業在做數位轉型的過程當中 是一個很大的效率提升 因為在定策略的時候 就先把資安想進去了 不然我們過去在這個金融業裡面 要推動什麼數位轉型就會經過 效益上的發想 全部都按照做好的時候 接下來就過資安 過封控 過積合 過法尊 過完這四個 四大金剛完之後 那時間就拖了很久 可是如果先把法尊 資安 還有這個策略的部分 直接在公司治理架構裡面 從前頭把這個安全的評估 先納到所有你要做的這個 數位轉型工作上去的話呢 就可以帶動蠻大的效率 那幾個方向這樣看下來的話呢 基本上 未來就是大數據的安全管理機制 其實會變得很重要 那 從這個地方來看呢 其實就是像現在呢 金融業越來越會往雲端方向去走 以前大概在三四年前還是四五年前 我們大家都講ABC嘛 這講說AI 講Big Data 然後才講Cloud 但是呢我們最近開始發現就是說 其實它應該是反過來的 應該是先透過去Cloud 為什麼透過Cloud呢 因為雲端可以很大的這個 地理化的去把這個範圍擴大 收集更多的資料 所以你範圍擴大 你收集資料數據就更多 所以才會真的是Big Data 不然就是Small Data 那接下來你有很多數據之後呢 再透過機器學習的模型 才有可能產生出比較聰明的人工智慧 所以呢現在大家都反過來做 想辦法先收集很多資料 再收集再用機器學習的模型 做出人工智慧 所以人工智慧未來就可以開始去判斷 這個行為可能會造成你資安的風險 那個行為會造成你資安的風險 所以金融大助區安全管理其實是 未來的一個方向 所以像剛剛社長有提到一些 美國的公司 比方說像Splunk 它這個除了是監控以外 也是數據分析的重要公司 那這個其實為什麼 他們會有辦法像現在市值這麼高 其實這個整個趨勢抓得很好 那這個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案例 就是說不見得只是技術不好 才會造成資安問題 像這個是2019年7月的時候 美國的Capital One 他有一個內部員工呢 他利用這個防火牆漏洞 去駭入這個Capital One 放在這個雲端的客戶資料庫 他總共盜取了1.2億筆的 客戶信用卡申請資料 那這個是怎麼發生呢 基本上他不是只有技術問題 他是內神通外軌問題 所以回過頭來這個資安如果沒有控管 如果沒有這個作業流程面的設計的話呢 技術再好其實還是會出問題 那未來如果大家要關注這個 數位轉型的過程當中呢 有哪一些資安發展的重點會跟 這個剛剛張總統講的這個投資方向有 重疊的話呢有幾個 第一個就是跟雲端有關的事情 其實是可以好好去看 像現在台灣全世界啦 大概三大雲端公司 這個Amazon 然後Microsoft跟Google 他們其實生意越來越大 尤其現在Google是幾起直追 Google在幾年前就在這個張斌工業區 就蓋了他自己的機房 所以像之前金環會就講 如果金融業要開放上雲的話 一定首選是在台灣有機房的公司 所以Microsoft最近也要蓋了 那Amazon我想也是在計畫當中 所以雲端的這個最重要就是 所有人的東西都放在雲上面 所以你要上去找的時候 當然最重要的是 我要確定我拿到我的以外 我還要確定你不能拿到別人的 OK 所以如果在雲端上面有身份識別 跟資料存取管理的這些技術 他就會變成是雲端方向過程當中 一個很專業 大家可以關注的一個方向 再來就是威脅防護跟安全性管理 什麼意思呢 威脅防護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資安恐怖攻擊 我恐攻你了 拿到你的資料 我才有辦法來威脅你 那什麼樣的公司 他有辦法在這樣子的一個挑戰下面 把威脅解除 或是把資料控制權拿回來給你 那這個就是很重要的議題 第三個議題就是資料安全要不要外流 那你看像這個 Google Cloud他其實自己就會做 像Google他自己就 花很多力氣在身份的存取管理 然後想辦法做很多混合式的網路 讓想要來攻擊的人 他弄得每天頭昏腦脹 不知道到底往哪邊跑才對 在整個網路裡面就迷路了 所以他做不了什麼事情 然後透過這樣的方式他就開始監控 然後你把你在網路上面 這個做hacking的時間拖得越久 就有機會知道他在做什麼 然後把他趕出去 或是甚至把這個控制權 在他拿走之後很快又拿回來 然後再加上一些自動修復的功能 因為你資料長期的做備份 所以即使你被污染了沒有關係 我幫你弄一份新的回來 那他也透過這樣的方式去讓更多的人想要 把資料放到Google Cloud上面去 因為他坦白說因為他有很好的資源 然後全球有很多的人才設備機器 所以與其你放在自己家裡面的機房管理 你還不如放在他身上他幫你管得很好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Google未來 我們對他一直很有信心的地方 區塊鏈我覺得還是一個 比大家都很值得關注的 因為他對於金融的資訊安全 他還是有一定程度的貢獻 或是他本身他有一些特色 比方說他的這個資料保持人的安全性 那其實這個區塊鏈大家永遠都覺得說 到底有在說什麼 其實這個區塊鏈很簡單 我們如果把這個回到遠古時代 還沒有銀行的那個時代 其實就是我每天拿著石頭上去換一隻雞回來的時代 在之前就是我今天走到路上看到張總 張總你那隻魚好棒 我拿這隻雞給你換 結果就找了一個石頭上面寫 林俊陽的魚雞換張總經理的魚 然後明天張總經理就拿了一隻鴨 他說林總你那隻牛不錯 我們交換一下 張總經理的鴨換林俊陽的牛 一直這樣子寫下來寫在石頭上 沒辦法改 不可以竄改 其實這個就是區塊鏈 這個其實就是區塊鏈 那後來呢 因為這樣子交換的結果 大家覺得很麻煩 所以就開始用石頭來交換 那石頭來交換 後來為什麼換成貨幣呢 因為大家如果發現 每天扛著一大包石頭上去的那個就很有錢 就會去搶它 所以就換成貨幣 這個其實我想回想一下大家學經濟學的過程 其實這個故事是 我只是用大白話講出來 它具體就是這樣子 所以那顆石頭上面記錄的東西 它刻上去它不能改 這個就是區塊鏈當初設計的概念 所以區塊鏈的概念就是說 你今天你在跟銀行做交易 或是跟任何人互相交換資料的時候 它就是不可能會改的 而且呢 你可以在 你只能在上面做修補 增加 比方說 這個發現 我跟張總經理發現說 這個牛的價值好像不是一隻鴨可以換的 再拿兩隻來 拿兩隻來 上面就把鴨乘以三 這個是可以在上面再去做修補的 可是呢 這個 這樣的機制呢 其實現在大家正在觀察 區塊鏈是不是真的不能被修改 如果它真的不能被修改的話 那當然它未來整個資安 在金融業的運作就會產生很巨大的貢獻 你看它有幾個具體的做法 可以透過我們剛剛講的這個方式 第一個就是它的資料永遠不能更改 就像你磕在石頭上那個交易紀錄 你也不能抹掉 第二個呢 你一隻雞就是換一次牛 你不能說產生一塊錢 卻去買兩樣東西 這個事情很容易發生在數位化的時代 因為你一張紙幣 在實體世界就是用掉一次 一個虛擬貨幣很有可能 在虛擬的世界裡面用了兩次 就會出現很多問題 第三個呢 它在演算法上面設計了一些機制 所以過去我們有多少黃金可以發多少貨幣 才不會讓貨幣的價值稀釋掉 它可以在電腦上面模擬出來 最後一個就是所有的資料 它可以集中在那個石頭 就是區塊鏈上面 所以還不會丟失 那現在我想大家都在測試這個區塊鏈 這個4D是不是真的是很真實的 如果還有一些漏洞的話 其實我想大家都在努力修改 所以我想這個也是可以大家關注的焦點 那像美國這個R3這家公司 就是一個做區塊鏈的公司 那再來最後一個就是物聯網的部分 因為我們講說這個開放銀行跟金融 如果一旦走到生老病死遇樂 然後11住行之後 其實就會開始有很多物聯網的需求存在 比方說我舉個例子 物聯網在車上面 現在車聯網對不對 所以這個有很多機會 比方說你可能就 車子上面可能就 內建了這個電子票證點數 開過去收費站就扣款 類似像這樣 這個可能是很簡單的金融應用 另外一個就是說 大家也會說我今天家裡的冰箱 溫度是幾度 叫它打開這個智能家居 智能家居也會去扯到電費什麼 那未來越來越串 串了越久 物聯網的主要的主軸就是物物相連 如果物物相連之後呢 可能未來生活的模式啦 交易啦 還有這個金流 就會跑到這個物物相連的網上面去了 現在物聯網這塊的資訊安全的這個 廠商投入其實算是還蠻少的 算是還蠻少的 那我想這個裡面很多技術的部分 我就跳過去不談 那Microsoft開始有在做 Microsoft它本來就有一個雲端的平台 叫Azure 它自己在IoT技術上面 它其實琢磨的蠻深的 琢磨蠻深 所以像台灣有很多的製造業 它開始有用過這樣子 用這樣的雲端的技術 來去做物聯網的搭配 這個Microsoft是比較早在物聯網這邊下文章 當然還有IBM的Watson IBM的Watson也是在這個地方下工夫下蠻多的 那幾個資安房屋案例的分享呢 我想其實回過頭來就是說 我們在講公司之前還是有政府 政府它會對整個這個安全架構提出一些想法 那我想像我們的政委 它也會有這個方向的方案 怎麼樣從國家安全的角度去思考 我應該要怎麼樣把這個網路安全把它做好 就像美國有這個聯邦金融機構檢查委員會 它在處理這個金融機構的網路安全 然後它發展一個評估工具 那像這個就很有意思 剛剛像張總經有講到一個特殊權限 那這個特殊權限像CyberArk是這樣子 它針對這一些產業 金融業、能源業、零售業、醫療、保健業 還有政府提供特殊權限帳號解決方案 特殊權限帳號是什麼呢 就好像公司的董事長、總經理 它有最高權限的那種人 Superuser這種人 按下去薪水就發出去了 按下去一筆連貸就出去了 那這種就它需要有很高嚴格的控管 這種人他就deserve 他非常搭配一個 他就是讓有人就是專門的 每天24小時監控這些狀況 透過系統去監控它 一旦發生任何的問題之後呢 他就馬上通知 馬上把它密碼給關掉 然後甚至它技術上面能夠做到 雖然你的資料或是你的權限被控管 趕快把你拿回來 不要讓這個損害太大 因為這種人手上的帳號一旦被盜了之後 那是很不得了的 因為它的這個損害基本上就是全方面的 所以這個CyberUp它是專門在做這個東西 那這個Dawn這家公司呢 它是一個驗證軟體的服務商 你如果跟它做服務的話 它就是你的臉啊 你講話啦 你的指紋啊 你平常慣用的手機啦 電腦啦 然後你大概 常常會出現在什麼地方 比方說你公司在哪裡 住家人他都會弄得很清楚 所以很簡單 如果今天對這個Dawn來講呢 他可能就 我在做一個什麼交易的時候 他就會去看 我打開我的電腦 坐在新公園的這個椅子上 現在還有新公園嘛 228紀念公園的椅子上 在那邊去做一筆金融相關的交易 他可能就在系統上面就會發現 你過去100次做這件事情 有99次都做在你的辦公室 為什麼這一次做在路邊 是不是電腦掉了 他可能就會去通知你 所以他從360度的角度 去全方位的去對你做一個保護 所以像這個印度有一個叫做Unique ID的計畫 他就是現在印度12億的印度國民 都用這樣的方式來做他自己身分的驗證 所以當他今天如果拿到 拿出他的這個國民的ID 插到他的這個讀卡機 登錄到任何一個系統 跟國家有關 非常重要 不能有任何損失的 他就可以從全方面去看 這個到底是不是你這個人 好 那這個 其實瑞典這個Bank ID 其實就呼應我們剛剛講的這個 Down這個 其實是一樣的意思 其實瑞典很早以前 他就有一個 有一個Solution叫做 Security Mailbox Security Mailbox 就是安全電子郵箱 是國家發給每一個國民都有的 好 那發給每一個國民都有的 是幹嘛呢 其實很簡單 他就是取代實體世界的掛號信 好 因為你透過郵箱 插了這個國民的ID進去之後 看了這個郵箱裡面都是稅務局寄給你的 OK 然後或是其他這個跟政府相關的 或是可能銀行寄給你的 好 這些跟掛號有關的 或是股東會通知書啦 然後或是這個等等的 這一些數據 他就都到這個國民電子郵箱 所以國民電子郵箱 他當然就要搭配一個ID 所以瑞典 瑞士 瑞典其實都有 他就2000年的時候他就已經做了 類似像這樣的概念 所以你要進入那個郵箱的時候 他就會給你一個 有電子憑證的身份證 好 那這個電子憑證的身份證 但是後來在2003年就轉型了 轉型就是有一家公司叫Bank ID 這家公司他就發出一個ID的憑證 這個ID Passport就是由Bank ID給你 你可以說你有跟五個銀行往來 五家電信公司往來 你全部都把你在這幾家銀行的帳號密碼 都註冊到這個Bank ID 然後他幫你做統一並且很安全的控管 這樣你就不用寄好幾個帳號密碼 那同樣的概念像德國從政府 他就發行這個EID Card的部分 也是搭配剛剛類似像這樣子的解決方案 他在這個卡片上面他就增加各種不同的參數 以前的參數其實很少 大概就是你的出生年月日配偶 父母親 可是他現在連你的這個髮色眼睛等等 他都幫你註冊起來 這些註冊起來 你插進去的時候數字也進去了 那有時候你打開電腦的時候 他可能會照一下你的臉 就臉部辨識一下 看看是不是真的是你 才會讓你做一些比較高階 並且擔心有危險性的一些工作 那新加坡也是從這個他們的MAS 就是他們的這個金融管理局 直接從這個政府的角度去成立這種金融科技創新組織 然後一路管理到資安 那你看他這個其實很好玩 他做監管的同時他管支付 管行動支付 身份驗證 生物識別區塊鏈 原則運算大數機器學習 全部都管 然後再統合性的把這些全部都串起來 再用資安去思考他 那以色列其實跟我們國家 跟我們台灣的處境很類似 所以他對於安全非常非常的在意 那有一個事情就是以色列 他在這個資安聯防平台的時候 他做了一件我覺得大家可以借鏡的地方 就是一般來講呢 如果你的組織受到資安攻擊 通常家仇不可外養都不想讓人家知道 可是如果你不讓人家知道呢 隔壁的人就不知道這些事情會發生在你身上 也不知道怎麼因應 所以從這個角度大家就可以透過這樣的互相去學習思考 所以以色列也是從國家的角度在做這些事情 那我想呢 未來我們的生活就會有很多科技化的生活場景 比方說我們剛剛講 你去看個醫生可能這個結完帳領萬藥 理賠的錢也進到你的戶頭了 所以呢未來呢你的數位帳戶 數位身份證還有各種創新的金融服務 他都會連動在一起 那這些連動在一起的背後呢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這所有的這個資訊安全的整個架構 他必須要去支持他 那這一邊疊代的發展更多應用 那一邊資安的疊代的需求也會變得更多 所以未來呢 尤其是台灣這個開放銀行 陸陸續續開放之後呢 以後我們大家的生老病死欲樂 我想都會跟金融密不可分 那所以這個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好 謝謝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跟大家來一起來討論 就是關於資安的事情 那我看到已經有19位朋友 已經提出19個問題了 那因為我只有30分鐘 所以不一定每一個都回答得完 不過之後好像有panel 我們可以到panel再處理一些問題 所以如果您希望您在上面的問題 先被回答的話 現在是拉票的一個好時機喔 因為slido是有按讚的功能的 所以如果您掃這個QR Code也好 議程上的QR Code也好 手動介入slido.com 然後輸入011050 警號不用輸入也好 都會到同一個匿名的聊天室 那這個匿名的聊天室兩個特色嘛 一個是說最新的會跑到最底下 那所以呢這個任何就是追問的問題 都可以跑到這個上面 那第二個呢就是說最上面的 就是按讚的數量最多的 所以就是如果按讚數量多的話 我就先回答 按讚數量少的話 不一定能夠處理得到 那就先大家OK嗎 都掃得到吧 如果掃不到的話 就可能要請左林右舍幫忙 好OK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喔 好那 有五位朋友問說 事實上這是很多個問題喔 一共有三個問號 第一個是說 由於電信業者4G的拼價 大家499吃到飽的關係 目前還沒有都很獲利喔 那但是5G呢即將要開台喔 好像不是即將 我已經用了5G 用好幾個月了 那請問電信業者未來 要怎麼樣因應高成本的5G 以及要怎麼樣經營 那第二個是說 目前的5G的應用 很多都是這個本夢比啊 夢想啊 但是沒有實際的這個上限應用 請問有哪些面向可以實際應用 而且有價值喔 那其實只要是你能夠提供給客戶 確實的價值 我想經營就不會是問題了 所以這個應該是從後面的這個答案 來回答前面的這個問題 我自己因為用5G已經用完好幾個月了喔 我覺得它的低延遲這部分 是無可取代的 就是好比像說 大家可能知道我自己的視訊系統 是我自己在國網中心架的 那這個網管就只有我一個人喔 所以非常的安全 那然後呢 這個視訊的系統呢 它叫Jitsi Jitsi Meet 那這樣子的視訊系統的好處就是因為 它的路由就是 我跟你在視訊的時候 我們都是連到國網的那個網路 不需要到國外的某個雲端 然後再回來 所以中間的延遲呢是很短 中間延遲的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像我剛剛講話我看到有人在點頭 我就知道他是在點我這句話的頭 不然的話呢 如果延遲一高的時候 好比說你透過四句來連線的時候 你不知道他是在點你上一句話的頭 還是這一句話的頭啊 因為中間呢稍微有一點點延遲 那而且呢有一些微細的表情呢 也比較看不清楚 而且呢更重要的是說聲音有時候會抽格 那聲音一抽格我們見面三分琴嘛 視訊見面這個如果一抽格的話 就到扣一分琴喔 我相信大家都很有這方面的經驗 所以低延遲是在這裡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自從我切換成5G之後 真的有一種感覺就是說 欸我不管在哪裡 就算是在戶外 我都有一種到處都有光纖的這種感覺 在以前的同樣的低延遲的體驗 就是你一點頭我就知道你在點頭的那個體驗 只有雙方都在一個房間裡面 用光纖連到以太網路 還不能用WiFi WiFi還會飄喔 的那樣子的情況 我們才能從頭到尾一兩個小時的會議 都感覺得到大家在同一個現場 那但是現在因為5G的關係 我們都可以在戶外 在公園 在山上 在海邊 任何地方只要收得到 我們都可以有在一起的 同一個地方的這種 共同在場感 co-presence 那當然呢 這裡也是因為就是我最近很喜歡用 一個叫XR Space Manova 的一個VR的眼鏡來開會 那我跟這個 就是在線上他們幫我做了一個3D的建模嘛 那這個3D的建模呢 就是說我戴了這個VR眼鏡之後 因為它內建5G的天線跟晶片 所以我不需要再用我的手機分享啊等等 它就可以直接去把我的點頭啊 拍手啊 拍掌啊 擁抱啊等等的這些 非語言訊息 因為它也不用用控制器啦 完全用手勢就可以控制 就立即的就傳到對方去喔 那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那不但是我們可以二維的同時在場 其實透過傳統那種視訊鏡頭 甚至是可以三維的 就是因為它內建一個掃描器嘛 所以我就可以直接掃描這個房間 也掃描我這個人像 然後呢我就戴上去 戴上去說這些空的位置就冒出人來了 這就是陰陽眼喔 那所以呢我就可以跟在場的人講話 那我也可以去跟在這個網路另外一段的人講話 大家都有一種同樣在同一個地方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說低延遲共同在場這個 當然一下子要移到說 就一定可以遠距手術啊 這個遠距照護啊什麼之類 它用的都是同樣的概念嘛 就是低延遲高頻寬 那但是就是說還是先大家共同在場 這個一起就是聯絡感情啦 這種比較社交的應用 我覺得是比較快也能夠先發生 那至於說是不是一定要這個遠距動手術啊等等 這個就是等我們對這邊更有興趣之後 大家投入更多的這個經費跟research之後 發現說它從頭到尾都沒有問題之後 我們再去做這種比較high risk的這些事情 但不管是遠距手術也好 無人載具也好 確實當這種high risk場景出現的時候 真的就是必須要從頭到尾都是有 就是好像隨處都有光纤 只是你看不到那條線的那種感覺喔 所以就是說目前自己個人的一些經驗 有14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數位身份證也就是New EID的資安問題喔 目前的紙本身份證只要保管好 也就是不要給人看 就沒有問題 那但是呢 數位身份證的一卡兼具多種功能嗎 就兩種功能 那會不會因為政府單位的系統被害 反而增加資安的風險喔 我想這裡面有兩件事情啦 就是說如果政府的單位的系統被害的話 就算你手上拿的是紙本身份證喔 風險是完全一樣的 不會因為你手上是紙本身份證 所以 somehow你的這個紀錄就不存在政府那邊喔 並不是這樣子的 所以當我們任何就是各自被蒐集的時候 本來政府單位就有那樣子的義務去確保說 所以我們有自然防衛的縱生啊等等 那這個當然是這樣子沒有錯 那但是就是說 確實數位身份證一卡兼具多種功能 這六個字喔 我覺得還是滿重要的 就是要跟大家說明一下 就是它其實一卡兼具兩種功能而已 就是身份識別的功能跟數位簽章的功能 現在是分散在兩張嘛 身份證是用來身份識別的 自然的憑證是用來簽章的 相當於簽一個合約 那當然就是很多人像我 這個每年到五月的時候 就不知道自己自然憑證跑到哪裡去喔 就要想辦法找出來喔 那但是因為就是很少用嘛 那但是呢 確實對我來講 簽章跟身份識別確實是兩件事 所以對於像我這樣子的人來講 我就算是換成了新的數位身份識別證 我也會去選上面的這一條路 就是我在我的申請書上面 我會勾不申請自然憑證 那這樣子的話 我就是有一張身份證 我本來這個自然憑證並沒有消失啊 它還是可以用啊 那就算你從來沒有辦過自然憑證 你來換這個新身份證 你如果勾不申請自然憑證 那你就只有一張身份證 你如果勾你要申請自然憑證 那你有一個選項 就是你拿兩張卡嘛 一張用來簽章 一張用來識別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是 完全是你自主決定 那你事後覺得這兩張卡 應該要放在一起的時候 我推薦各位可以用魔鬼簪 把這兩張卡片 這樣子黏在一起 那你就不會忘記攜帶 對 那但是就是說 如果你覺得說 你不想用魔鬼簪 而且覺得兩張卡 黏在一起很重 那你希望就是 內政部幫你做相當於 魔鬼簪的事情的話 那你也可以去勾 這個兩卡合一 那兩卡合一的話 那當然就是有一個平證區嘛 但是你可以自己決定說 你什麼時候要廢止它 你又想要變成分成兩張卡等等 這完全是你自己決定的一件事情 而且這裡有一個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而且比較少人知道 所以我還是講一下 就是說 內政部它有預告一個草案 名字很長 叫做國民身份證及戶口名部 格式內容 製發相片隱象檔 建制管理辦法草案 這個預告期已經結束了 而且他們接下來就會公告 那在這裡面呢 其實是幾乎是把所有 大家之前問過的一些疑慮 大概都已經在這個辦法裡面 有一個很明確的一個解釋 好比像說晶片儲存的資料 不能超過我們本來 執本身份證卡面上面的那些資料 好比像說我們可以自行上網 列印這個晶片資料清單 相當於一個藤本 也就是說如果你要從頭到尾是紙本 不讓人去用晶片的話 那我們的這些公務機關不能夠說 你非用晶片不可 這樣子是不可以的 那而且呢各個系統呢 這個我們在執行業務的時候 本來查驗卡面資料 就可以來辨識國民身份證的證委 和個人的身份 所以它不得強制要求讀取晶片 或者是機讀碼 或者是卡片序號 這句話是非常重要 所以意思就是說 它比像說 如果你真的就是辦了那種兩卡合一啊等等 但是呢你希望就是 平常的情況下就是不要使用的話 你可以把你的那個就是晶片身份證的後面 它的機讀碼 它的晶片的那個格子 然後跟它的卡片序號 這三個地方用不透明的貼紙 把它貼起來 貼起來之後呢 就沒有任何人能夠 不管是用感應室或者是用讀卡機 來讀取這一張 等於說它回到變成一張純紙本的一個身份證 那這個不算毀損卡面嘛 你只是用貼紙把它貼起來而已 就是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那它就是變成一張純紙本 那這個辦法就是在告訴所有的機關 所有的機構 所有的虛用單位說 當有人拿出一張貼了這三個貼紙的身份證的時候 你不能強迫它把貼紙撕下來 所以基本上就是說 如果你像我一樣覺得說 這個私人憑證 你需要的時候再拿出來用 但是身份證歸身份證 那你就分成兩張拿 你如果覺得身份證 讓人感應一下 然後呢這個輸入你的名字 你不用再一直手寫你的名字 這個很方便 那你就就是後面的機度嘛 給人去掃描一下 但是如果你從後到後 就是想要把它在紙本用 你貼三張貼紙 那目前呢按照這個辦法來講 沒有人能夠逼你把貼紙撕下來喔 那所以這是我們目前這三個層級的這樣子一件事情 所以就是我們這個其實是這個資安風險 我們在每一個層級的使用場景上面 大概都有想過 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有特定的場景的疑問的話 也非常歡迎提出來 那我們是非常這個願意來回答的喔 好 有14位朋友們問說 可不可以加我的Line喔 那OK 基本上我的Line是怎樣 我醒來的時候看一次Line 我睡前看一次Line 我一天只看兩次喔 但是我的E-mail呢 我是每半小時都會看的 所以我是把E-mail來當作Line用 然後把Line來當作E-mail用 所以就是我的Line的ID非常的好拆 就是Digital Ministry 全部都小寫 那這個我的Instagram等等也是同一個ID 但是你加入我的Line呢 這個意義不大 因為我就是醒來看一次 睡前看一次 但是如果你就是覺得說 啊我加到唐風來很高興的話 那其實很歡迎 沒有什麼問題的 沒有什麼問題的 但是我其實沒有在用 公務上也沒有在用 好 那這個字數比較多一點 有7位朋友們問說 資安保險是企業轉嫁自然風險的風險之一 而且國外的資安保險 已經成為近年熱門的保險商品之一 但是目前台灣企業的資安保險的投保率偏低 除了少數大型的金融業 或者是製造業者可能會投保之外 但是大多數企業仍然沒有這個保險的意識 請問我對政府推動資安保險的看法 以及政府可以透過何種力量 力量 來扶持 來鼓勵企業 來購買資安保險 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我是這樣覺得 就是說 我們的投保率偏低 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 我們對於這個保障 它到底具體cover什麼的那個很具體的想像 目前就是如果你是隨便去就是問一個 就是決策者啊 或者是問一個資安部門主管啊 或什麼之類的的話 它對於這些字 它對應到哪一些東西 以及它目前的這個風險 它自己要投保還是不要投保 它的量化的這個評估的能力 我覺得這個還是要先建立起來 如果這個建立得起來的話 那當然這邊的保險定價 它在合理的範圍以內的話 大家就會去買 但是如果這個風險 它比較是難以量化的 它比較是一個就是 我們就是安心不安心 有疑慮沒有疑慮等等的 這樣子的情況的話 那就比較困難 其實像剛剛的朋友問到EID的狀況 其實也是非常像的 就是說 為什麼我對於所有EID的問題 一直都是問說 那你要不要提一些場景出來 因為你在每一個特定場景裡面 我們都可以量化它的風險 但是當沒有特定的場景 只是就是微微的覺得 好像哪裡不太對勁等等 我們就很難去量化它的風險係數 那一旦難以量化風險係數 那就不是保險可以處理的事情 那可能是就是 囚籤比較能夠處理的事情 那所以這樣子的情況 我對囚籤也是很尊敬的 並沒有否定的意思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覺得就是養成量化風險的 這樣子一個習慣 而且培植量化風險 這樣子一個能力 像我們在政府的內部 對於資安的這個專責的人員 那以前都是覺得說 那這個專責人員 他既然是專責了 應該要去做所有這些 包含先期規劃等等這些事情 但後來我們當然就發現說 專責不一定等於專職 即使他專責專職 說不定又跑去兼職很多事情 所以我們就要確保說 他在不管他的職系上 他的員額上 他的待遇上面等等 讓他有充足的那個時間 去做他的系統 在建制之前 或是在升級之前 在維護之前等等 就去做這些盤點 那這個我們是透過 集合的方式 就是帶著這個被集合的這個單位 就是有點叫做Purple Teaming 就是負責棒棒攻擊的紅隊 不是攻擊完就算了 而是坐下來跟藍隊 一起來好好談 然後去培養他 這樣子一種量化 他的風險 這樣一種能力 那這樣子培養過幾輪之後 他慢慢才有這樣子的概念 有了這樣子的概念 那這樣子的話 資安保險我覺得 才比較能夠賣得出去 大家才是on the same page 那有八位朋友們問說 近年來銀行推廣 網路銀行 就是想必是透過瀏覽器 App 那就是想必是要下載了 然後以及Line 想必是機器人 這三個交易方式 就這三項工具來比較 哪一種資安風險最小 首先就是說 當然你每經過一個中間人 那個中間人的資安風險 就會成為 就是這個資安風險上面 那但是呢 這個App呢 你也要看說 這個App它是運行在 怎麼樣子的作業系統上面 如果你對這樣子的作業系統呢 你是覺得 這個保證是沒有問題的 好比像說 舉例來講 我的這個iPad 它內建人臉辨識功能 我為什麼敢用這個人臉辨識功能 就是因為說 我相信兩件事嘛 一個是說它有alignment 就是說它是以我的最佳利益為利益 它不需要把別人的臉放進去 我的臉放進去 它也不用傳輸到任何地方 那第二個是說它有accountability 就是說如果有人試著這個拆這台機器喔 然後想要從晶片裡面來還原我的這個人臉三維特徵等等的話呢 那它是不會讓它這樣子做的 而且它可以解釋得出為什麼它不會讓它這樣子做 那所以像它有alignment又有accountability的情況下 我就比較願意相信它 其實這個跟任何專業都是一樣的 你會願意把一些自己的事情告訴你的律師啊 會計師啊 心理師啊 醫師啊 護理師啊等等 當然就是覺得說它是以你的最佳利益為行動嘛 不是說賣給什麼廣告商之類的 那而且就是每一次有這樣子的討論的時候 你覺得那為什麼你要這樣子處置 你要這樣子建議呢 那它給得出一個交代 所以其實這個沒有辦法放逐四海而接準 因為首先這個app到底是跑在什麼平台上 以及那個平台給不給得出交代 這個就不一樣 那Line也可以算是一種平台 那同樣的它的網路銀行 如果它是跑在網頁的伺服器上面的話 這個伺服器在哪裡呢 它中間有沒有經過CDN呢 等等 這裡面的每一層都要確保alignment 跟accountability 這些全部盛起來才是它的風險 那同樣的能夠量化 你才能夠去加以比較它 我很難去說這三個路径它一定是哪一個 哪一個比較安全或者哪一個比較危險 好 那有十位朋友想要問說 美國大選準備結束 那不管誰選上 左岸的61398 不會放棄任何一個藉口來進行資安恐攻 那想問的是一直以來政府在應對資安攻擊這一塊 是怎麼樣子處理 這個待會Panel的時候 我相信這個檢數長可以有一些回答 但是我想先講一個很簡單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我們如果是把資安這個防衛 看作是一個防衛的縱深 就是說它攻擊到哪裡 哪裡我們就發現 然後它就不能再進一步攻擊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 這樣子的系統它是resilient 就是說不是說完全不會被攻擊 但你攻擊之後你可以很快的復原 而且不會真的去造成非常嚴重的這個影響 好比像說像如果某一個國營視野 它的IT系統跟OT系統是完全分隔的 然後中間也沒有任何的網路線什麼把它連住 那這樣的話就算是它的就是會員卡系統 受到了這樣子就是網路的攻擊 那事實上也不可能回去變成說它operation technology 它的公共系統 它的這個內部管理系統等等 受到連帶的影響 因為這兩個其實不要說不是同一套系統 根本就根本不是在Internet上 後面的這個系統 所以覺得當我們在設計的時候 是把這個縱深有設計好的話 那我們縱使是每天每天這樣子受到攻擊 事實上可能每秒 每秒每秒受到攻擊 但是呢我們就比較有信心說它不會escalate 它不會變成是一個長期的潛伏的一個威脅 而且它在攻擊到某一層的時候 它就會被發現 那我們就以戰代訓嘛 就是說不用解一些練習題了 我們這邊的白帽駭客 以及我們這邊的藍隊啊 每次都可以解一些就是最有趣啊 最新的剛剛被發明出來的 的一些攻擊方法 那就是雙方互相切磋了 所以大概就是用這樣子的方式來確保 那當然另外一個很重要就是說 我們也不敢自以為是 不會覺得說 欸我們覺得很安全的東西 就一定很安全 所以大家可能已經看到說 不管像剛剛講的New EID 我們會有六個月的這個試行期嘛 小規模試行期 而且請白帽駭客來看看說 欸有沒有什麼漏洞 是他們可以先發現的 如果發現的話 有賞金 那這個不是第一次嘛 在沙倫的那個 就是自駕車嘛 的測試場啊 或者是說 甚至是我自己進入行政院之後 架的這個就是工作系統 Sandstorm等等 都是經過同樣的 這樣子一種白帽駭客 賞金滲透測試 等等的這樣一種方式 那這也表示說 欸我們在地的這些白帽駭客們 它可以有很穩定的 比較穩定的收入來源 而且是被看成就是 資安及國安嘛 所以他們當然就是 國家的英雄啦 就比較不會就是 跑到這個原理的黑暗面去喔 那所以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另外一部分 好 有11位朋友們問說 目前資安是政府很重視的一塊 許多對金融安和政府不同等級的資安 都被嚴格要求與規範 但是怎麼防止這些定期的資安檢測 變成只是好像應付而已 怎麼驗證這些資安演練測試 結果的效度喔 另外在未來戰場上 是資安戰的情況下 我們政府對於 資安國家隊的規劃是什麼 好 這是兩個問題其實 第一個就是驗證的方式 當然就是交叉互相驗證嘛 因為其實有能力扮演紅隊的 在台灣也不是只是 有一個團隊而已啦 所以他們可以去交叉的檢驗 那之前也有說 欸那我們每兩年一次 那是不是說 除了我們每年一次這種定期的演練之外 我們是每兩年一次 也邀請一些國外的紅隊來試試看 那國外的紅隊當然 總不可能放水了吧 那所以呢 在國外的紅隊來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同樣的 就是彼此切磋喔 所以大概就是透過這種 比較外部的這種方法 來演練這個真正的 測試的結果的攻擊 那另外所謂的資安國家隊 我不是很確定 這邊的意思是說 如果這個資安戰 它真的升級到什麼 屏戰轉換 所有人都要像指揮中心一樣 穿上背心啊 然後進入備戰狀態啊 等等的這些喔 這個就比較屬於 自動電軍的範圍啊 那我很誠實的講 這個不歸我管 所以我不是很知道 說這個真的 如果屏戰轉換 到自動電軍 要LEAD的話 那會做什麼樣子的事情 但是我知道說 有場地 有經費 有指揮節奏等等 都已經在 往這一方面規劃 也有波非常充足的 不管是經費場地 預算人員等等 但是那一部分 因為不是我管理 所以我沒有辦法跟大家說 具體它的規劃的 細節的內容是什麼 就算我知道 好像也不應該在這裡講 好 那有八位朋友說 這個 你好 這個全球已經進入物聯時代 自然問題是無遠福建 防不勝防 但是台灣中小企業的 自然風險意識 仍然相對薄弱 有沒有任何建議 可以提升台灣中小企業的 自然風險意識 我覺得當然就是 就是就跟任何就是天災人禍等等一樣 就是說你實際發生了 那就會覺得說 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我們現在就是防疫之所以這麼成功 而且還可以不犧牲經濟 很大一部分就是因為2003年 我們大家都有SARS的教訓 任何30歲以上的人都記得SARS 那所以當這個李文亮醫師 這個貼出說 這個華南海鮮市場有7例SARS 那只要看到這四個大寫英文字 所有人在不管是PTT上的 還是我們疾管署的人 所有人都就是寧可信其有 然後立刻就超前部署做出反應來 所以就是說我會建議說就是 不管你是中小企業也好 或者是任何其他的組織 不一定是商業組織也好 其實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真的發生資安事件的時候 要及時通報 然後及時通報之後呢 其實不管是我們SARS系統啊 或者是SOC系統啊 等等這些系統 其實就有可以互相參照的這些地方 那當有可以互相參照的地方的時候 其實你不需要等到就是你自己 發生了什麼重要的天災人禍 你就可以去吸取其他的 真的發生了比較大規模的資安問題 而且事後有做檢討 而且這個檢討還是公開的 的這樣子一個教訓 所以我覺得就是還是需要 就是大家互相交換 關於實際處理資安的 供給的因應的等等的 這樣子一個方式 所以我覺得像辦這樣子的活動 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方式 就讓大家知道說 不需要經過一個非常大的這個災難 我們自己平常其實就算沒有這個就是COVID 就算只是流感或者是腸病毒等等 無論如何戴口罩請洗手都是一個好習慣 所以大家平常養成資安的好習慣 那這件事情就會讓就是 不管是未來發生怎麼樣子的事件的時候 到你這家中小企業的時候 它說不定就停了 你就不會再傳染出去嘛 那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也是為什麼 當初就是我有請這個資安處想一想說 能不能想一些類似什麼衝脫泡蓋送啊 或者什麼內外加工大力碗啊 或者是什麼之類的一些口訣 就是讓大家就是 記取了之前發生資安事件的教訓之後 那就可以用很簡單的口訣 就可以去進行這方面的這個就是 事前的超限部署了 就是很容易記也很容易做的一些準備 我們還有五分鐘 所以接下來可能要快問快答 隨著區塊鏈應用逐漸普及 尤其是金融交易服務 區塊鏈的資安防護有哪些重點 光靠以往的雲端資安 是不是足夠 其實分散式帳本技術 它有一個特色 就是說它是用演算法的這種就是共識 去取代傳統上面 就是你是在比較底層的就是網路層 硬體層等等的這些就是measure 這些措施 所以也可以說它是用軟體來定義 讓大家比較容易很便宜的 就可以取得一些責性的一些property 可能就跟前一位講者 所分享的一樣 這些property有沒有以前的 就是完全你用網路層跟硬體層 跟所有東西都集中到同一個地方 那麼強呢 這個其實就是每一個分散式帳本設計 它的這個強度的設計是不一樣的嘛 它取得共識的基礎 它的運算速度 每秒鐘能夠處理的速度 然後以及到底就是二分之一 還是三分之二 還是四分之三的被攻擊的話 那它就崩潰了等等的這些事情 每一個的property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第一個這個沒有辦法一概而論 要看你的分散商本技術 到底是應用在什麼情景 以及第二個 現在很多人是發現說 我如果是把它當作一個很容易集合的 讓旁邊的第三方能夠相當容易知道說 我的資料沒有被篡改 但是呢其實我主要的這個 就是寫入的這個部分 Source of Truth 我還是在一個傳統的這個架構裡面 那其實這個是就是等於兩圈七美嘛 就是一方面你把這個防禦好就好 因為你沒有辦法從區塊鏈這邊寫入 但是你在區塊鏈這邊呢 大家都可以獨具 大家都可以集合 其實我們的口罩地圖 就有一點像是這樣 雖然我們用的是一個叫做Git的東西 它有區塊有鏈 但是一般不會叫區塊鏈的這樣子一個東西 那它就是一個版本控制系統 那我們就會每30秒請每一個藥局 去寫入它還有多少存量 到這樣子的一個API裡面 那這個API有一位 台南的一位叫江明忠的朋友 就是寫入這個Git 這樣子的一個版本控制系統 那因為這個系統 它是分散式帳本 它還真的是分散式帳本 所以它就被分散式的複製到了 全台灣超過100個各種不同的口罩地圖的開發者 或者分析師等等的手上 所以如果有這個任何情況下 我們健保署當機了 那沒有關係 我們還有140份副本在 那而且呢 如果健保署的查訊見面當機了 還真的當機過 那沒有關係 我們有這個集管家啊等等的這些查訊的見面 它不會完全當掉 而且最重要就是說 每個排隊的人都可以擔任那個auditor的角色 如果我刷了健保卡 然後你再拍在我後面 你更新一下你的口罩地圖 發現它的存量真的少了9 那你對這個信心就變得很高 你覺得說我是一個成年人 確實就是兩週買了9片 那但是如果你這個看到我刷了健保卡之後 它存量反而增加9 那你當場就打1922了 所以意思就是說 這個能夠分散式的集合的這件事情 說不定才是分散式帳本 在目前的應用情景裡面 主要的一個value proposition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當然不是說 所有人只要這140個開發者 每個人都可以寫入口罩地圖的存量 絕對不是如此 但它是可以去分發 可以去複製 可以去分析 可以去加速它的取用等等 那這部分的資安就是比較容易去計算 它的攻擊表面也就比較沒有那麼大 好 那最後一個問題 有七位朋友問說 如何讓機構願意誠實地分享 真實發生的資安事件的狀況 而不是選擇性的通報 以及避重就輕 有的時候它不是故意避重就輕 按照自動化安全法 好比像說 如果你的這個服務 好比像說什麼券呢 就是太多人喜歡用 那然後所以因此就大賽車 大賽車之後就有一陣子 這個可能只有幾個人能夠定得到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它是分散式服務阻斷沒有錯 它不是惡意的 每個都是善意的嘛 我只是想要取得什麼券而已 但是結果是服務遭到了阻斷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資安事件 而且也應該要通報 因為它是在可用性的那個部分 受到了影響 但是你說它不通報或者是避重就輕 好像也不太對 因為大家在腦裡往往都有一個印象是說 我要被惡意的人攻擊 才是一個資安事件 那但是這些來申請什麼券的顯然都是善意的嘛 所以應該不能算是資安事件可能只是堵車而已吧 那但是這個情況下 就跟我們自動化學法定義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要透過一次一次的 實際的這些事件 就是什麼券什麼券的事件 然後我們會去就是教育當時的就是處理的人員 以及他們的資安專責人員 而且讓他們主管知道說 資安的朋友們不是只有在系統就是出現塞車的時候才進來 而是在一開始路況規劃的時候就要進來 因為它就可以告訴大家說 這個系統承載量是這樣 你幾點到幾點在哪一個高速公里上去 就是要幾分鐘才會到目的地 那你要選這條路那是你自己的選擇 但是如果一開始不這樣子講的話 那當然就是一個資安事件 而且是必須要通報的 所以同樣的就是經驗的分享 然後經驗的傳承以及專責專職人員 這個大概都是最重要的事情 好那因為時間就已經到了嘛 所以我今天就先回到這邊 謝謝大家 身為台灣人很悲哀 但這一次你會發現 在全球疫情不斷加重的情況之下 台灣的防疫有成啊 大家終於找回了光榮感 那第二個類似像唐鋒政偉這樣 我覺得這一年當中很大的改變 我們以前啊 很多人都把政府官員化的國學零頭 所以有一句話叫官不了勝 那最近你看啊 在這一年當中啊 慢慢的 我們官員大概得到民間比較高的評價 我那天碰到陳時中 我跟他講說 你那個民調最高有一度到百分之九十四啊 我說那非常不可思議啊 因為九十四啊 已經差不多跟那個金正恩那個北韓做調查 差不多啦 那你知道台灣因為 對藍綠的那種隔合滿深的 通常來講 民調在很長時間啊 我們都不容易超過百至五十 那這一次能夠這樣 像最近小英總統跟蘇業長 他們大概都能夠在六十以上齁 這個我覺得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啊 那今天唐鋒政偉很不容易來到我們 這個今天的論壇 我在想說 在小英總統在五二零上任之後 其實他講的那個五加二產業裡面啊 六大核心產業 那我也跟大家講說 像類似離岸風力發電 我很完成把這些公司看完以後就覺得 小英總統在那個他二零一六年上任以後啊 他其實這個是非常有眼光的 那個坐下去大概三四年的時間啊 他慢慢就形成一個台灣很重要的產業 所以我相信未來的力能的發展 台灣一定有一席之地 因為全世界二十大最好的風場 有十六格在台灣 那我想台灣切入這塊剛剛好 那資安類我看完以後我就覺得 先來有一些思維就是說 我們大會的資安的公司 廢話都非常小 如果你對照剛剛我們張康川總經理 給大家看了像美國的資安的公司啊 以色列的資安公司啊 以色列雖然很小但是呢 他們的資安公司都長得很大 台灣其實都很小 你看我這一次 我特別看到龍潭看那個安基啊 他的市值大概二三十億齁 那這個其實非常小 就是你能夠要在國際上跟人家打拼啊 我看要競爭你都不容易 所以這種我們規模 第一個呢規模太小 第二個呢 國內在資安的產業當中 大概有一個盲點 就是大家非常重視應急 也就是說我們通常花錢是國外買設備 但是我們比較缺乏這種軟體的思維 所以這個產業當中嘛 就變成說我們就變成一個買賣業 那我覺得這個非常可惜 那我想在政府在五加澳 重新重視資安的路上 我們大概有哪一些可以要趕上 這個我覺得 航空委可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那也就是說 我們要怎麼樣能夠有更多的這種軟體的思維跟胸襟 那這一次其實在疫情當中 給大家一個很大的啟發 就是說 這種居家辦公啊 他已經變成全世界的一個潮流了 而且大家會幹嘛發現 我們以前啊 在疫情發作的時候呢 沒有疫情的時候 大家經常飛機上跑來跑去跑來跑去 現在發現 我高尼的總經理跟我講 他說以前到美國開會四天 然後飛機來回 在飛機上睡覺睡兩天 有一天晚上睡飯店 他說四天只開一場會議 他說現在啊 都不能出國了 但是每天都在開 有發現我說那個視訊 視訊會議的方式啊 已經是 大家要慢慢變成共識 而且 我想有效力 今年大部分的上市會公司發現 有一個成本 大幅減輕就是理由的支出 所以國際上這種出差的理由 以前可能要佔公司 一個這種交通會 很大的比重 今年那個會議會 好像大幅的減輕 更有效力 所以我想 這個就在這一次 居家辦公當中所產生的一個 同樣它也會發生一個 更大的資安的需求 那這個上面 我相信 在這段時間大家也看到 我們在五萬年以後呢 政府經常受到攻擊 包括中油的網站被開 那現在這樣的一個 這些事件 慢慢慢慢 讓政府重視 資安產業 所以這個未來的發展趨勢 可以 請唐默特可再跟我們說明一下 如果是以這個遠距工作的話 大家可能記得我2016年10月的時候 我上任有提出三個條件 遠距工作就是其中一個條件 但是當時媒體都報導成在家上班 但是其實我不是在家 我是巡迴全台灣 在社會創新實驗中心等等 但是呢 確實在當時 我記得民調好像只有六十幾%支持說 公務員可以這個遠距工作 那很大的一個考慮 其實就是自然的這個考慮 大家覺得說 這個政府的資訊系統真的有安全到說 你可以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上網嗎 或者是說 它可以真的有安全到說 你真的能夠相信 你去 就是他們想像 就是我去隨便一個網卡 就可以登入什麼機密的系統 當然不是這樣子 我們縱使是在不同的異地去進行這樣子的工作 它那個地方 它還是連到一個實體的一個IP 我們還是只把那個IP的位置 都放到白名單裡面 而且也是透過VPN的方式 連回就是本來的這個網路裡面 那在這邊的這個就是 人令人防守 就是說總是有警衛 或者有人 沒有看到真的是我走進去 不是別人走進去 而且在這個過程裡面 像剛剛講到的 像自然憑證等等的 如果我要簽署我的E-mail等等 那這些都是非常重要 而且是不可或缺的 那當然 我剛剛有講說 在5G的時代 處處都等於 就是有光線嗎 那這樣子要怎麼樣去處理 不過其實即使只是在4G的時候 現在也有一些就是電信的服務商 又提供說 那你這支手機 就是一個固定的門號 它給你一個固定的上網的IP 這這樣的一個處理方法 而且它是很難spoof 就是很難去偽造 很難去冒充的 所以我們同樣的這種管理 白名單的這種方式 還是可以延伸到 就是遠距工作的這個情況 那當然另外還有提到的 就是視訊的部分 像我的視訊軟體的那個host 那個主機 我自己親手家 只有我有密碼 放在過往中心 這樣子的話 大概是不太可能 在中間 忽然被人取消會議啊 忽然被篡改啊 路由忽然跑到奇怪的地方去了啊 等等 那所以這個就是說 對於自己所使用的這個technical stack 就是裡面的每一層的這個基礎的掌握度 我覺得是相當重要 那當然因為我市場其實是開發 就是開放原始化自由軟體等等 所以我再跟各個機關去介紹這一套手 真的是有一個好處 是因為它安裝費用等於0 那它不需要付授權的費用 任何人都可以直接去這樣的安裝 但是呢 這個安裝之後呢 比如說是沒有成本 有一個成本 就是你還是要做滲透測試 還是要去做資安的這個hardening 還是要請紅隊來攻擊看看 這個就是資安產業它的一個遺跡嘛 就是說我們可以確保說 如果我花100萬 200萬 500萬 來測這個資安 但是呢 這個系統到最後可以省我 一千萬 兩千萬的授權費 那我何而而不為 我寧可去把它 扣到在地的這個資安檢測廠商上 我也不是去付給 國外的這個軟體的授權的這個公司喔 那所以 確實像這樣子一種心態的轉變 也是我們最近 就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大家開始往這個方向來思考 好 我們謝謝唐政委到 那個 李總事長 我想請下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現在大概在金融科技上面 包括 現在的網路銀行 台灣其實我們已經通過三家塑造 但是 好像運作很棒 現在政府有很多考慮 所以怕怕的 所以就 雖然執照發放 那他們現在都還沒開始正式運作 所以在這個上面 你看到 美國現在PPL的市值 我看都會超過美國銀 所以他們都跑得很快 這一次 包括像類似螞蟻金武駕 其實 後面好像有 如果可以把它當成一個個案來探視的話 就看起來是 內型複雜 所以在金融科技這一塊 我們怎麼來看 台灣 一個在速度上我們有沒有辦法 更快加速度的發展 另外一個 金融科技當中的 資安的這種防護 我相信全世界會有種事 那這一塊我們怎麼做 謝謝社長 我想 金融科技可能在各個國家發展 歷程都不太一樣 中國因為它有它獨特的環境 所以它一直可以發展起來 那我覺得螞蟻這次 有一些背後的因素 那我想以台灣來講 其實 與其講金融科技 不如談數位金融 也就是說 我想 金融機構在台灣 會扮演比較大的 金融科技發展的角色 第一個它有足夠的資本 然後呢 它也有這個 很多的場景 應用的經驗 所以再加上就是 金融科技公司在台灣 如果挑 過去已經運行很久的其中一個 金融服務拿出來做得很創新 然後 但是因為台灣並不是 在這個金融科技公司長期 投資這個創投很豐沛的地方的話 我想它最後跟銀行合作 或是銀行自己取代 它的機會其實很大 所以我想對於整個國家來看 金融科技要很普及 我想要靠這個金融機構的能力 那資安這個部分 我想在金融科技這個議題上面 過去我們都講創新 所以有很多的案例 都是想要突破法規 然後在法規當中 找一些能夠提供更多位的方案 給民眾來使用 但是我想這個實在可能 開始有點改變 因為該做的創新 其實也做了這麼多了 現在我覺得就是 蠻符合今天的議題就是 數位金融就是資安限行 像我看到比方說像有風金 他就延攬了這個 這個業界的這個資安大神 來做這個資安長 來做這個 那我想這個蠻重要的 就是說 我們剛剛有談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 因為你一直有創新的時候 你的資安就要別代的 配合這個創新去做 可是這個其實很累 就是說你一直有創新 然後你就一直擔心有漏洞 然後資安就要再跟上 或是 那這個時候其實因為 世界的金融科技發展 其實已經大概到一個段落 也就是說 很多的創新大家都做了 然後世界各國的案例 我們也接近了很多的 尤其是我們得天獨厚同文 得天獨厚同文同種 中國其實在這個 金融的創新上面 其實應該這個 全世界最富有想像力 那我想我們透過這些案例的研討之後 其實金融機構如果是扮演 推動整個國家的金融科技發展 角色的話 其實它有足夠的能力去找很強的人 在整個公司治理的方向 或是整個未來策略的方向 從資安的小路線去想 如果我有這麼多的計畫要做 我怎麼樣一次規劃到位 然後就像未來的幾個年度 有這個創新的project 都不會因為資安停下來 我覺得這個可能是趕快快跑的機會 就是資安去破一個很棒的柏油路 然後做創新的趕快衝 那以前就是我常常講的一個負面的狀況 就是說創新的衝的時候 他在金融機構裡面 我想這個張國瓶最清楚 過法尊過這個風控 郭資安、郭積合、四大金剛過完 可能這個創新就又完了 所以我覺得與其是這樣 現在有這麼多案例 先鋪一個資安大道 然後在資安大道上面做這個創新的建設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會一個 會是一個比較建議的策略 謝謝李董事長 我想這個 剛剛那個張總經在介紹的時候 大概提到ISE的全球助安的指數 全世界讓它入選八個國家 南海有一席之地 他剛才講的全世界有五十八家的公司 我在想台灣其實我看可能沒有 但是你看那個產業結構裡面 台灣在這一塊不太強 為什麼 如果你講到半導體的時候 那個全世界前十大 台灣會有好幾顆你知道 但是那個資安如果在全世界 要找那個有競爭力的 你前一百大裡面 可能台灣找不到一家 這個就變成一個 台灣相對比較弱勢的一面 所以你不再找這樣一個 像國泰現在資安的這個ETF 我想這裡面看起來 我們好像國內的這個 能夠篩選的模式 沒那麼多 所以這個如果從台灣 從國際發展的力道回來看台灣 我們怎麼看台灣的產業如何 在未來的這個大的趨勢當中 它有迎頭感傷的機會 謝謝市長 其實剛剛看到就是說這個 我們這個 納斯達克的這個 全球資安指數裡面呢 72%的公司是在美國 那第二名就以色列 那他大概有就是六七%的這個 比重是以色列公司 其實我們為什麼會是以色列 因為呢剛剛我提到說其實以色列 他在這個中東 就是說這個 因為想說是一個 遭受這個除了飛彈之外 每天也都是遭受這個 穆斯林國家這個 就是資安圍攻的一個 這個國家 所以他就是為了國安 所以他呢 培養出很多的這種 就是資安的人才 那等於說他有點是因為這個 國防政策呢 然後呢 帶動了這個產業的一個發展 那其實我覺得我們台灣呢 其實也是可以利用這樣的一個機會 因為坦白講這個我們 每天其實呢也受到這個 我們講說對岸的這個 這個網軍喔 駭客的這個攻擊非常多 那其實呢 這個一次是一個國安的一個議題 那其實呢我們也把這個列為這個六大 這個國家戰略發展 那怎麼樣結合喔 就政府的一個政策的方向 然後還有這個民間的力量 像以色一樣 其實剛剛講 除了還有一個國家也是名列在這個 七個國家裡面就是南韓 那南韓就是因為他有北韓這個網軍的一個這個攻擊 所以他培養出這樣的一個這種能力 所以我想這是一個 就是說我們可以配合 就是這個資安 是六大這個戰略產業 然後資安就是國安 然後呢 國家投入這樣的資源 然後結合民間的力量 我相信呢 一段時間之後 這樣的 就是我們講說這個 特別是 這種就是軟體的人才 資安軟體的人才 就會發展出來 謝謝 張總經理 剛剛說 你叫唐振偉 你看到 我今年大周期的在年初的時候 我們沈一鳴將軍那個黑直升機 後來算下來 那我有很多朋友在討論 其實他們在討論一個 一時間差 他們在說 這個 直升機上 他可能不是配戴的手機 不是那個軍方的 那個通信的手機 是像那個軍文社一個李記者 他是拿iPhone 你知道嗎 那這個時候就是說 他會不會變成一個破口 就 我特別請教唐振偉 就是說我們 這種資安的意識 對國人來講 他是 不太夠了 就是說 類似這樣 像 沈將軍這次 這個墜機的事件 那 如果 這種駭客攻擊 他專門鎖定這個手機 然後你帶這個手機 被鎖定 危機可能就降降下來 那也許 他只是 通過資安事件 一個 一個之後去討論的點 但是 我想在這段時間 我們全民對資安的這種 那個 覺醒啊 意識啊都不高 那我想 現在政委 參與行政院 我們有沒有辦法 用比較積極的角度去 讓全民做到這個 這個 這個 影響力很大 然後呢 大家 真正建立一個 全民比較高度的 助安的意識 謝謝 非常好的問題 大家知道說 我們防疫除了戴口罩之外 其實戴口罩如果不洗手 是沒有用的 所以 戴口罩齊洗手 然後 以及就是說 戴口罩是保護你不要 沒有洗過的時候 就碰自己的臉 等等 這些都是我們非常早就提出來的 一個 一個概念 但是洗手 隨便洗也沒有用 那所以 才會有一隻很可愛的柴犬 對不對 種柴 來提醒說 這個 什麼之類的 那所以意思是什麼呢 意思是說 我們還是要有一個 能夠一喘十十喘百的一個 很簡單 很容易擠的一個方式 讓大家養成良好的自然習慣 就像洗手習慣 不然大家就是覺得說 多洗手 或者用水 隨便沖一沖 沒有什麼用 其實你就是要 真的就是那碗膳罩裡 全部都洗到 那而且大家也真的有做到 為什麼 因為這個跟這個個子 都沒有關係 我們有去分析那個 台水 實際上就是水的用量 在一般就是 大家洗手台 確實大家洗手的時間都 就是因此變得比較多 那所以 就是 有沒有什麼方式 讓大家就好像在 合小型洗手 那樣 確實我也 最近一直在想這件 這個問題 所以 之前我有上過一個podcast 叫做 資安解壓縮 那 所以當時呢 我就提出了一個口訣 那這個口訣呢 並不是什麼定稿 而且也不代表說 這個資安處 它們好像還會增稿啊 所以說不定 未來會有更好的口訣 我只是說 我也在資安解壓縮上面有講過 這件事情 那 那時候我就提出四個字 叫做三國五雙 非常的好記 那 三國五雙是什麼意思呢 三就是說 你任何資料 你要放三份 在不同的地方 這個所謂三二一對分原則 就是 應該沒有問題 國呢 就是剛剛講的 就是說你的整個technical staff 包含你在 視訊 你在什麼時候 要嘛使用國產的軟體 那或者是說它的四副其他在我們的國內 那或者是我們能夠相信其他的這個國際的盟友 那 但是更重要的是說 有國內的團隊 是有包底過的 所以三國的國 五是什麼呢 五就是 五很失窗 很多人不知道說 瀏覽器有五很失窗的這個功能 所以每一次有人問說 欸 你要不要加入我的視訊會議 你要不要下載一個 Z開頭的 B開頭的 T開頭的 C開頭的 W開頭的 等等的這些視訊軟體 然後就安裝了 可是安裝之後 它就一直在這個背景 好 那而且呢 就算它一開始沒有自然的破口 或漏洞 說不定後來會發現 說不定就是某個自動更新之後 就冒出一個漏洞來 但是你只是要 就是開一次視訊會議 為什麼需要下載一個軟體 一直跑在你的桌邊上 那是完全沒有意義的事情 其實 絕大部分的視訊會議系統 當你按了那個下載之後 它都會冒出一行字說 安裝有問題嗎 按這邊就可以用流暗器加入 那所以意思就是說 其實下載那個是完全沒有必要的 所以當你看了一個無痕視窗 而且用那個無痕視窗 進入一個視訊會議 你再盤關掉的話 其實那個伺服器 就再也不可能在你電腦上 再執行什麼程式上 再沒有辦法再追蹤你 所以無痕這個也是很重要 那最後這個雙 就是雙音速認證 像iPhone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iPhone你如果沒有開雙音速認證 然後就是用你的iCloud密碼 iCloud沒有一個別的地方的密碼一樣 那當然就完了嘛 但是如果有看雙音速認證的話 也就是說 你要靠另外一台并 我的系統來確保說 你這個登入真的是你自己在登入 那或者是說 那種就是 會恰恰亂書六位數字的那個POTP 等等的那些做法 總之就是說 任何時候登入 不要只靠密碼的這個因素 它必須要靠別的 你手上有的東西 或者你自己試的 不管是脂肪紅膜什麼之類的 反正三個因素裡面 至少要找兩個 就是所謂的雙音速認證 你用的所有的 可能個人通訊的軟體 全部都開雙音速認證的話 基本上就比較不會出現 像剛才這邊所說的就是 那透過自己的個人設備 然後又侵入這個 自己工作的地方 眾生這件事情 所以三國無雙 我也覺得說 應該還有很多別的 至少就是拋磚引玉啦 讓大家可以養成一些基本的習慣這樣 好 謝謝 我要期待李總事長 你看這個 泰克攻擊 現在在金融這個領域最悲觀 你看今年有一些 像正面交易所 他就被害了 這個害了之後 其實 整個交易就停止了 那台灣其實我們也會拗戶的一些 比方說我們正面交易所 OTC 這個如果面對這種攻擊 我們有防疫的能力 那這個時候你剛才講到 銀行現在像 這個金流是非常重要的 反洗錢的 這個全事業大家都聽得很緊 那這個時候在 我們現在很多銀行 開始在找那個資源 你剛才講的楊夢金 那現在 這個其實 有一段時間 你看我們在照封那個反洗錢以後 大家突然知道這個 太重要了 所以這個趨勢將來就是說 如果萬一台灣的 這個證券交易所被害 我們怎麼辦 這個我們怎麼辦 這個問題有點大 我覺得 所以 我想市長提到這個 如果今天證券交易所被害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個要回到 源頭去設計應變中心 這個是一定要的 那像我們剛剛看到幾個例子 比方說以色列 那新加坡 他們其實在應變的設計上面 他們從儘管機關下來 他們就在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 國家層級的應變中心 它是 絕對是必要的事情 那 預防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 最重要的是 已經講 就是說 尤其是在這種 金融創新的過程當中 其實 金融業的系統 其實我們 在這個業界裡面 做就是這樣 很小心 就是說 你要做一個新的系統上線 除了剛剛 像鄭文講的測透測試 找紅隊來幫忙攻擊一下 落點掃描 然後 反覆的測試 都沒有問題上線 甚至上線之後 還有一個備員系統 所以像這個備員 disaster recovery 再和應變的這個備用系統 其實也是 剛剛市長講的 問題的其中一個解法 但是我覺得 就是實質這種 不斷的在創新的過程 其實是要最小心的 因為 那個系統本來好好的 你只要一變 它就有漏洞 它永遠都有人 在那邊等著 always都有人等著 那個 像我們公司 過去做這個 障礙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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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曾經 在這個 幫我講外面 公司的這個 security manager 就跟 這個漢客 在那邊對話很久 在那邊對照很久 因為這些數據 其實相對都是 很重要 然後我們在做這個 我們外的數據處理的時候 所以其實我覺得 每一次系統的變動 都要好好去 monitor 所以也是回到 剛剛我們講說 這個自然長的部分 其實它變得蠻重要 第一個 然後再來就是 我覺得 創新不只是系統創新 比方說 比方說像這次 我們靈魂交易要出來 或是說 我們在整個 這個 繁新前 有一些 因為法規的關係 可能又出現一些漏洞 從這個 initiative 到底它 真正想要 萊克攻擊你的 這個意向 是什麼 可能就要提前去做檢控 它不太只是單純要透視料 它可能是 有一些其他的意圖 好 那這些意圖可能現在已經是 已經是 已經是拉高到不安層級的意圖 可能或許都會有 它不再只是想要抽錢 我覺得這個 可能都是要 多方面的去思考這個事情 就是說 從法規面 從國際政治面 甚至從國家安全面 然後再去一路限縮到作業流程 然後再技術的部分 那我想一旦發生問題的話 一邊重心就是 它要被引起動 我想這樣子才是一個 比較整套的法案 謝謝 謝謝 好 這個 我們今天來有非常多的 我們投資大眾在這裡 其實那個張總經理 剛才也看了一個 這個影片 他也提到 在5G的解釋當中 你看台灣現在有非常多的ETF 是跟5G的連結 那這個5G連結一直到資安 所以今天趁這個機會 也可以讓我們國泰金控 讓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在新科技當中 大家如何投資 ETF 能夠創造更多的財富 好不好 這給我們張總經理來回答 謝謝市長給我這個時間 那我想 這個 ETF 就是在 全世界2017年的時候 規模大概在3.3兆美元 那 到了 今年9月已經到6.6兆美元 也就是呢 大概 三年多的時間 就倍增了 那我們 台灣的這個ETF的市場呢 現在也已經 就是 從 這個幾千億台幣呢 到現在也是 差不多快2兆台幣 所以呢 ETF它就是 低成本 然後呢 交易方便 然後呢 就是透明 這些優勢呢 都是 讓它成為一個 非常方便 作為這個資產配置啊 或者是交易啊 等等 的一個工具 那 像是我們講說這個 如果是啊 要這個 存股 那你可以去買 就是說這種 我們講說這個 高培席型的 這個ETF 那 像是我們呢 就是說也有啊 最近呢 也有啊 推出一種 就是說 ESG 投資的這種 就是ETF 因為 這個就是 重視環保 然後呢 有企業社會責任 然後公司 自理透明的公司 長期它的表現呢 會比啊 就是啊 這方面呢 不重視的公司 來的好 這已經有很多的這個研究都已經證明了這樣的一個差異 所以呢 就是啊 今年我們這個啊 就是經管會呢 也大力的在推動 我們講說這個 就是 這個 ESG 的一個投資 那希望呢 可以把我們這個 台股裡面 就是說這個 上市會公司的 ESG的這個水準 都 能夠啊 這個 跟國際看齊 甚至超前國際 那這樣子的話呢 自然會吸引 更多的這個 我們講說這個外資 來這個 就是投資 其實外資呢 它投資一個市場 其實 它不是只有看EPS 它也看ESG 那甚至呢 就是說 ESG現在呢 已經是 我們講說像是這個 全球最大主權基金 這個挪威主權基金 它 必定要看的一個標準 就ESG標準不符合的 它就是不買 那日本 有這個 就是最大退休金 GPIN 也是呢 只買這個ESG好的公司 所以我想ESG是一個方向 那第二個就是說 這5G 那5G我想呢 就是 剛剛 唐委員提到 就是說這個 就是 高速 低延遲 多點連結 這個會實現很多 我們講說 未來新生活 包括像是這個 物聯網 自駕車 遠距醫療等等 其實呢 甚至還有 我們講說這個 叫做這個像 智慧工廠 等等 其實這些呢 一段時間之後 我們都會看到它成真 那 所以說這個 5G相關的 這個商機呢 其實呢 是非常的 這個巨大的 那 投資這個5G 全球最強的供應鏈 就在台灣 那 就像我們 要推出的這個 00881 就是說這個 國泰 台灣 5G Plus ETF 直接呢 一次南瓜 像是這個 台積電啦 聯發科啦 紅海大力光啦 穩茂等等 這些就是5G 這個相關供應鏈裡面 這個牆中牆的公司 那 再來 剛剛提到這個 資安 這個行業 其實資安的行業呢 其實呢 我們講說 很多公司 他們有不同的專長 有些是擅長這個 就是 特權帳號 就是管理 像是這個 CyberR 剛剛提到的 那有些 這個Fortinet 他是還是個防火牆的專家 那Checkout也是雲端 等等 所以呢 其實 這個資安要防的東西太多了 所以呢 每一家擅長都不太一樣 所以呢 比較好的方式呢 就是透過像是 這個一欄子股票 把這些公司呢 全部包在一起的ETF 那你就可以 就是一網打進 這一些 就是各種專長的 這個 就是資安公司 謝謝 謝謝 我這個給他稍微廣告時間一下 然後 然後 我們最後一個問題 要放棠號回去 所以我覺得 剛剛他講到5G開卡以後 他現在手機已經開始用5G了 那 現在的這個AI IoT的 這種應用的技術 其實越來越成熟 那我在想說 台灣 能不能建構 你剛剛講這個 我們靈性認網路安全的架構 台灣怎麼會動 好 其實靈性認它是一個很 它是一個戰略的概念 它裡面有分成很多層 那因為我只有三分鐘 今天又不是Sending 我很難很詳細解釋 但是 大家可以想成 就我各舉一個例子好了 裡面有關於隱私的部分 就是確保說各自不會因此而泄漏的部分 裡面有資安的部分 就是確保說我們防禦上面 駭客更拿不到東西的部分 那這兩個呢 在今年 尤其是因為AI技術的進步 以及算力的提升 都有些新的做法 在隱私的部分呢 大家可以想像說 好比想說 大家一直在講健保在網路 那我們現在假設是說 你要2300萬人的健保紀錄 好 我給你 但是每個都是模擬市民 就是模擬城市裡面的市民 沒有一個人是真的 名字也都是真的 就醫紀錄也不是真的 什麼都不是真的 就好像大家如果是吃素的話 有時候去餐廳 可以點那種素的生育片 蒟蒻做的 或者這個未來肉 什麼吃的 吃起來就很像肉 但根本就不是肉 那這樣的意思是什麼 在以前 就是你用它去算 可能只有什麼平均值標準值 什麼東西 可以確保說它跟真的一樣 但它絕對沒有達到 即可亂程的那個程度 就是你一吃就知道 這是合成的 這絕對不是真的肉 但是現在呢 大家如果有吃過 未來肉看好的話 幾乎已經分布出來了 就是食品科技的這個基礎 已經進階到說 素人跟混動 吃起來根本沒有什麼差別 所以同樣的 今年我們透過 合成資料 對抗是生成網路 等等的基礎 確實是可以做到說 跟你跑去 即使是跑機器 學習模型等等 感覺上都跟真的資料一樣 但它並沒有什麼 因為裡面沒有一個人是真的人 但它看起來就是活靈活絕了 好像 不要說兩千三百萬 你要兩千四百億人 我都可以生成出來給你 這是在隱私保護的方面 那在資安的部分呢 今年也有一個新的技術 叫做全統派加密 脫離婚文化給您客生 它的概念非常簡單 剛剛有提到委外運算 通常委外運算 你就是要把資料給人家 人家才能夠幫你運算 那這個時候 如果它不小心把資料洩漏了 等於你要幫它回覆 所以它如果在委外給別人運算的話 裡面最弱的那一環 就變成你的資安的脫口 但是呢 全部它加密就是說 那你把你的資料先加密之後交給它 但是它還是可以進行運算 進行什麼運算都可以 但它運算的時候呢 它根本看不到任何一筆資料 所以你進來的是密文 然後運算完之後 還是密文 那除非它還給你 你解開 不然的話這個運算結果 它是從 就是它知道這個結果 那這個結果是加密過的 而且呢 它完全沒有辦法透過這個運算 知道關於這個資料的任何事情 那這個在以前是一個 只能部分做的事情 但是今年呢 因為有完全同在加密的這個研究 已經可行了 只是你要就是花很多算力 但是如果有那麼多的算力 可以去燒的話 現在確實是已經可以做到全委外 但是對方完全沒有辦法 知道你的這個技術是什麼 所以意思就是說 你的資料人家完全不少 那它再委外再委外 無所謂 而且它回來 如果你發現它的計算是不正確的 不完整的 你解密根本是解不開 所以你既可以去確保 它真的有做 你要它做的計算 它又絕對不可能 不管它會完幾次 看到你的資料 那這個就是在資安部分的 所謂的Zero Trust 這樣子一個保護 所以今年我想我們這兩個 都會看到一些應用 那當然我們的 不管是法律啊 或者是我們內部的作業啊等等 我們在公共都會 逐漸的更上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今天啊 已經到四點半了 我相信今天我們在這裡 能夠欣賞到唐鳳的財法 這個你知道唐鳳現在 大家都知道他是天才中的天才 他這麼年輕 他就擔任政府 大家也知道 我們常常在講說 一代不如一代 但在唐鳳身上 我們相信台灣的下一代一定 會更加的強韌 我想今天我們 聽了他的這個演講跟報告 我相信大家可以 有很深的感受 那我們今天時間差不多 謝謝林總事長 謝謝大家的支持 謝謝唐鳳 謝謝大家的發言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再接一張聲 謝謝歌與台人嘉賓的分享 謝謝我們邀請 臺上四位嘉賓一起合影留念 請往臺前